各位好,歡迎來到Linux核心設計Linux核心實作課程 本週是第11週 我們在這週我們要探討的議題是 接續之前探討的現代處理器 然後我們會著重在機體管理的部分 然後這個機體管理部分的話就是 會對照CSAPP的第六章跟第九章 好,那在探討這個今天的主題之前 這邊有公告事項 就是請你及早安排一對一的現場討論 那這個討論很關鍵的地方是呢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進行我們的期末專題 你應該會有大約一個多月的時間可以進行期末專題 好,那注意到就是這個一個多月呢 請你不要最後才做 如果最後才做是不可能做完的 好,然後 那過程中呢就涉及到目標設定 好,我的做法是我會依據你的學習的狀況 我會去指派題目給你 好,那當然如果說你有特別的考慮的話呢 你可以告訴我 好,這些特別考慮就是說呢 可能你是 你的實驗室可能就是在做網路 好,那你對電腦網路本來就有一定的認知 那你就希望可以做電腦網路相關的題目 好,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個是說呢 你可能是正在做大學部的專題 好,因為本系的這個大學部專題是從大三上學期到大三下學期 好,那所以你可能可以連大學部的 就是連大學部的專題一起做 好,那注意到這件事呢 一樣也是要需要溝通 好,因為可能會有一些目標設定 好,還有一些衝突的問題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東西有一定的難度 好,但是有一定的難度 跟你能夠交付這兩件事好 這個也是要溝通的 好,那或者說呢 呃,你可能有什麼 留學啦 好,就是留學進修的需求 好,希望呢 這個專題呢有做一定的強度 好,但是注意到 有一定的強度就意味著 呃,有一定的風險 好,就是凡吃都有風險 然後,呃,一樣 這也是需要溝通的 好,那總之就是說呢 請你告訴我你的 呃,期待,你的狀況 那當然也有可能呢 你到了第十一週呢 你還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呃,那這更需要討論的 好,那反正 呃,就算同學們個體的落差很大 我認為還是可以有辦法教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控制人數啊 我們控制人數呢 就可以逐一去 呃,逐一去 去進行教學 好,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好,然後我們會 可以回顧呢 呃,應該說參照 參照到CSNBB的第六章跟第九章 第六章呢 在講這個 記憶體的 記憶體的階層 好,就是說像 呃,Level1的Cache Level2的Cache 好,然後組記憶體 好,這樣的一個 記憶體的階層 然後到第九章的時候呢 就探討這個 虛擬記憶體 好 那這兩個部分呢 剛好是 呃,在我過去的教學經驗來講話呢 剛好是 很多同學很欠缺的 好,就是很多同學都可以講出Cache 可以講出TLB 好,講出 呃,MNU這些詞彙 但是呢,具體呢 這些東西怎麼 怎麼 運作 好,然後 特別是這些跟 軟體 不只是作業系統 好,我講的是軟體 就是 你要怎麼撰寫軟體呢 才能夠發揮這個Cache的 優勢 可以發揮Cache的特性 這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 那我想大家在第一週呢 看這個第一次的作業呢 就講到 講到這個Link List 對吧,有沒有像 講那個Lins Kernel的List Sort 針對Lins Kernel風格的 的鏈結串列 然後呢,Lins Kernel的List Sort 在設計排序的時候呢 不只是用Button Up的Merch Sort 它還要考慮到這個Cache Cache這個效益 這個就是一個很經典的 很典型的一個 有經驗的開發者 到底怎麼去賺錢城市的 那我也希望呢 大家在這個過程中呢 可以理解到 就是這個城市的專業與否呢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涉及到 這些議題上面 好,先來看CSAPP第六章 那這個一樣 我們這個 這個CSAPP有這個 有那個講解的那個錄影 那我們這邊就是幫大家畫 做一點重點提示 我們要理解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講這個記憶體 英語叫做Memory 這個Memory這個詞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其實它出現的很早了 而且這個面貌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記憶體 其實面貌有很大很大的差異 就是雖然呢 從這個漢語的記憶體這個詞 你看名詞就是望文生意 可以知道做什麼 但注意到這個 從過往到現在呢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一個演化 不只是容量 甚至是關鍵基礎也有很大不同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呢 這個記憶體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任 就是有一個 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開端 就是 跟那個OPRO 美國那個OPRO計畫 不要懷疑就是登月計畫 那注意到登月計畫呢 讓人類首次呢 在1969年的時候成功登月 那你要知道1969年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年 1969年的時候呢 這個 人類不只登月 然後這個以太網路 現在就是你用的這個 網際網路的這個前身 叫以太網路 那以太網路呢 其實就是從1969年開始 那此外呢 這個UNIS UNIS的第一版 其實也是從1969年開始 甚至呢 連Linus Twars的出生 其實也是在1969年 那你很有意思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 在OPRO計畫裡面呢 我們清楚就是說它要登月 但登月呢不是一觸可擊的事情 其實是需要很多前導的這個專案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說呢 幫助這個要去探測呢 這個地球的一些相關參數 地球月球 還有軌道相關的參數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說呢 從地球呢發射這個訊號 就算是光速推進的話呢 其實也是要8秒的時間 才能夠到月球 那當然如果說其他的行星呢 或者到恒星呢 當然時間更久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那此外呢 你知道就是說在月球呢 月球其實 就是因為潮汐鎖定的關係 所以月球總會有一面是 是對向地球的 那這件事呢 對通訊呢 是很大很大的衝擊 因為呢 在1969年那個年代 那個當時呢 其實電腦的技術呢 其實是有很大很大的限制 不只是軟體啦 其實當時硬體也很大限制 所以呢 其實當時在登月計畫呢 其實會用這個遙控的 但是呢 無論怎麼遙控呢 像剛講的 其實這個月球呢 登地球有8秒鐘的這個時間間隔 然後更麻煩你 正常是說呢 因為月球背面是 就是 就是 如果一個探測 登月艇或者月球的探測器的話 在月球背面的話 其實是這樣 其實是沒辦法接受到五線電訊號的 會被 會被這個 因為背面會被遮蔽啦 那所以呢 當時呢就是要考慮到很多事就是說 其實如果 登月艇或者說月球的探測艇的話 在 繞行月球的時候呢 其實到月球背面的時候呢 必須呢要有對應的這個 就是一定要靠軟體的方式去處理 然後呢當時的這個機體呢 我們要知道就是當時的機體呢 就是所謂叫做 叫做 就是 稱為叫磁心機體 叫做 Core Memory 你可能有看過一些這個 你可能看過這個一些 登月計畫的一些描述 然後呢 當時的這個磁心機體呢 它的這個風格 我們可以看看 看看那個 1969年代那個 那個 機體 那時候機體呢 其實是很像用這個 編織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說 它就是 它就是長得像 像這樣 就是 的確呢它就是用編織的 你沒有聽錯 就是你可以去看那個 阿波羅計畫的一些相關的 的那種 紀錄片 那你可以這樣 BBC啦 BBC啦 Discovery啊 還有國家地理頻道 都有相對應的這個 登月計畫的這個 呃 紀錄片 然後你要知道就是 1969年代 那時候呢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針一線 這樣的一個編織的方式 那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呢 有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就是因為會有 宇宙射線 那宇宙射線呢 會有這個 會影響到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希望是用0跟1去表示 但是呢 當時呢就是要考慮到這個 相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那個編織呢 是有一定的 擺方式有一定的方向 然後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年代 磁心 記憶體 好 那當然顯然呢 我們現在用的機體呢 是完全完全不一樣的對不對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機體呢 就是用不同的媒介去做出來的 然後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呢 這個 記憶體呢其實是人類科技變化 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而且現在也 現在有一些科學家跟工程人員 也開始在嘗試新的材料 這些材料其實就包含說 用生物的材料 好 那注意到這個不是怎麼遙遠的事情 其實這個相關的在 大約在15年前 其實在Nature Science都有相關的論文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很可能在某個時間點它會成本 一個很大突破的時候呢 就可能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然後我們今天講的呢 顯然就不是講這些材料 我們反而講的是說呢 就算這些材料怎麼變化 總是有一些內容是 是我們在意的議題 好 那這什麼議題呢 就是我們要了解到這個 記憶體的階層結構 所以注意到 第六章呢 與其在講這個記憶體 其實不是在講萬文生意 而是說呢 這個記憶體呢 不同的 不同的存取速度 不同的媒介 不同的行為 尤其從軟體的觀點 我們要特別去理解 好 那在這邊開始呢 我們來講一個老故事 老梗 這個老梗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能有聽過上一輩的人 或年紀比較大的人 就講一些什麼 什麼鬥死時代的啦 早期的個人電腦找什麼樣 就類似的 然後你要知道 就是早期的電腦 不是這個 SK2 就早期的電腦呢 其實你要知道就是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剛好就是能夠運作 你當然以今天觀點來看 那個過去的電腦 你會發現說 某些地方的確是很簡陋 但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即便這東西看起來簡陋 但是總是可以做某些事情 好 那其中呢 有一些事情呢 就是儲存 然後那個儲存呢 你可能聽過那個年代呢 就是會用這個軟碟 硬碟 跟我們現在儲存媒介 有非常大的這個差異 為什麼呢 你的這個Microsoft Windows 是從那個 你從檔案中文去看的話 為什麼它是從那個C槽開始呢 其實以前是有A槽跟B槽的 那這個A槽跟B槽呢 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它就是一種儲存媒介 對不對 它就所謂的 你剛剛有聽過這個東西叫做軟碟 那我們就快速給大家看看這個軟碟長什麼樣 好 那首先呢 我們要了解的這個軟碟 或者說內容再大一點的東西叫做硬碟 那我們要了解到它的 就我們這邊舉的是硬碟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一些 有些術語 有沒有看到這個有些術語 就是說我們會有這個 像畫面中看到這個Sector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呢 它其實它是一個 以一個就是 它就是一個機械式的 機械式的存取 然後注意到這個轉速是很關鍵的 就是我們當然希望這個轉速可以夠快 我們在存取的速度才會夠快 但是呢 轉得夠快的東西呢 它其實會有這個像那個風 就是這個它會有這種 會有會有引來一些風流 那這些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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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流 不是風流 氣流 這個氣流呢其實會導致這個表面它不穩定 所以注意到這個過去呢 在機械式的這個出入媒介 其實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說如果你要讓它轉 轉得快 這個氣流可能會導致它這個 會抖動 那這些抖動呢其實就會限制 限制資料的存取 但是呢如果不夠快的話 那不是我們期待的 那在過去的年代呢可能會有5400轉 這邊講的是RPM 就是Round Per Minute 那你會好奇 為什麼是每分鐘即轉 而不是每秒鐘即轉 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是呢 因為它的轉速並不是固定速度了 注意到我們講這個硬碟呢 那這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叫做硬盤 不管你加在硬碟也好 加在硬碟也好 注意到它的轉速不是穩定速度 它其實會變化 然後它會加速跟減速 其實更好的 更適切的比例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它就是像高鐵 就是我們知道高鐵的它會 離戰的時候會加速 然後呢即將到戰的時候會減速 那但是呢我們還是可以算出一個均速 所以為什麼我們以前硬碟呢 會用RPM 就是這個Round Per Minute 就是說每分鐘多少轉 其實就是因為它不是一個燈 等速 然後呢在畫面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讀取頭 讀取頭 注意到這個東西叫讀取頭 那這個結構呢很像唱片 其實它就跟唱片是很接近的原理 那它這邊有一些磁性物質 然後呢存取的時候呢 事實上我們就要找到特定的一個區域 所以呢你應該想就是說 我們必須轉得很快 讓讀取頭呢可以碰到該碰的這個 該碰的這個區域 好 然後這裡面呢就有一些詞彙呢 你要了解到 它就有詞彙叫做Head 叫Track Cylind 還有Sector 然後我們最終呢要定位的東西 就是這一小塊的東西叫Sector 當然這裡面的旋轉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然後大家不要小看那件事 就是硬碟機呢 這裡面呢它是需要非常多的這種機電整合 就是從這個機械的 然後電機的 資訊的都有 然後呢這中間呢也可能會有些壞鬼 那所以這個壞鬼來講 就有一些方式去降低它的這個衝擊 就是因為它是機械式的 那這個是過去硬碟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現在呢主流的出文媒介呢 其實已經改成什麼 改成SSD了 那注意到SSD的在繁體中文的翻譯叫做 固態硬碟 那其實這不是很好的翻譯 因為固態硬碟 或者是我們講SSD的原理 跟畫面中這個東西呢 完全沒有關係 注意到 就是畫面中看到的東西叫硬碟 但是SSD雖然它的翻譯叫做固態硬碟 但是跟跟剛才講的東西是沒有鳥毛關係的 你可以當作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很多詞彙還是沿用的 也就是說上面呢還是會有檔案 那為了管理檔案會有檔案系統 然後呢我們在上面一定會有些方法去做容錯 不然說過去要解決壞軌 那後來是解決一些資料毀損的狀況 這些概念其實是延續的 所以注意到我們在講第六章的時候呢 其實更多的時候是講說 有什麼東西是隨著時代變化 雖然底層的出文技術有翻天覆地的修改 但是哪些概念還是可以延續的 然後就像剛才講到的 硬碟它就是一個這種機械式的裝置 這裡面有非常多這種機電整合 非常關鍵的問題 然後順便講個小八卦 這個是台達電子的總經理告訴我的 他跟我說什麼呢 就是台達電子有一個事業群 就是做這個自動化 自動化事業群 那自動化事業群就會做那些機械手臂 還有工廠一些自動化 然後很有意思的地方 這個事業群其實在二十幾年前 其實不是做機械人的 不是做機器人的 不是做工廠自動化的 是做什麼 是做光碟機的 注意到光碟機在某個地方的原理 其實跟畫面中這個硬碟有點像 當然當然 光媒界的行為又更複雜了 好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當年台達電子在決定 就是在二十幾年前決定說 要收掉這個CD弄的部門 就做光儲存 光儲存的單位 就是做VCD做DVD的 這個晶片跟裝置的團隊 要收掉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這個 當時的這個領導人物 叫蔡博 那蔡博就決定要做轉型 那裡面有個轉型 就是從做光碟機 轉型到做機器人 那從光碟機到機器人 你會覺得是兩碼子沒關的事情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很多技術是相同的 例如說你要怎麼讓它轉速 是轉得很均勻 像剛剛講 這個氣流 就是轉的時候會有氣流 轉的時候會有震動 所以你要有一個方法去控制它 然後還有是說 這上面其實本來就有些軟體 包含說Divine Driver在內的軟體 所以其實就是 後來你大概也知道結論了 結論就是這個轉型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其實要告訴你是什麼 就是請你不要 尤其是學軟體的人 很多時候看到硬體的東西 看到這種 有一個什麼機電有關的 就說我不管 反正我只在意0跟1 我只在意Big O是什麼 我只在意說科技總監懂不懂Big O 你知道那個梗嗎 去查一下 不知道的話去問一下那個 Teddy哥 很多血軟體的人就看到那個機電的東西 下一次就會做什麼 下一次就會去抗拒這種東西 說真的我自己過去也是這樣 因為我過去可能寫軟體寫的比較早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只要專心寫軟體就好 那個機電的東西跟我沒有什麼鳥毛關係 後來發現不一樣 如果你要想讓自己的軟體 有更大的滲透率 其實說真的你要對自己硬體有點認知 你不應該排斥硬體 你想一件事 如果你過去寫軟體 就是像寫一個軟體是裝在個人電腦上 那你想想看個人電腦在怎麼成長 所以其實現在就遇到很大很大的瓶頸 其實從前幾年我們就看到個人電腦其實很大的衰退 所以就算你今天做一個軟體 它獲得巨大的成功 比方說Microsoft Windows 獲得巨大的成功 其實對不起 那個installation 就是整個在這個硬體上的安裝量 其實已經很受限了 所以這件事 Microsoft 它其實很早就發現這件事 所以Microsoft乾脆 把Windows這個部門解散掉了 你們要聽說 Microsoft在前幾年做一個很大的嘗試 就是解散Windows部門 然後你想說 Microsoft跟Windows 你會覺得說它就是主力產品的Windows 對沒錯 Windows還是主力產品 但是它的營收其實貢獻已經不是那麼卓越了 其實真正能夠帶領Microsoft成長的部門是什麼 是雲端部門 然後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看其他的裝置像手機 甚至還有一些這種嵌入式裝置 其實它跟硬體的層面就 硬體的關聯性就更高了 然後這些東西反而是讓你的軟體 有很大滲透率的一個關鍵 像手機的話大概就是 就是個人電腦大概是幾億 就單位都是幾億 然後這個手機的話是幾十億 然後你去看一些嵌入式裝置 IoT裝置 它的那個量就是百億 所以在Microsoft很早就投入什麼 投入這個IoT的相關的 甚至買下好幾家專門做IoT的廠商 還有包含說IoT的作業系統 甚至包含說ThreadX Microsoft在前幾年買下一個很知名的作業系統的公司 那家公司最主要產品叫ThreadX 那ThreadX你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它是這個 它過去的開發公司叫ExpressLogic 那這個ThreadX大量用在哪裡呢 用在軍事 用在一些自動控制 還包含說平交道 就是說它其實在你我身邊 其實有可能都有Express的痕跡 好 那我要特別跟你講就是說呢 請你不要太早抗拒學習硬體 所以請你看到這東西的時候要想 就是你寫軟體是為了讓這些硬體有生命 所以你之所以學硬體呢 其實是讓你寫軟體有更大的什麼 更大的滲透率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 就是說呢 既然你大概了解到剛才那個詞彙之後 我們去看下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要講什麼呢 就是說呢 假設我竟然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硬體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假設我1Mbps檔案是512byte的邏輯區塊所組成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讀取的時候是循序讀取 就從第一個sector一直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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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指定的位置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它在讀取的時候呢 其實是機械式的 然後所以我其實要轉 所以施定德在講什麼 就是講那個 它就是一個柱狀體它要轉 然後這個東西轉速很關鍵 所以這個我們先忽略一些機械原理 然後總之就說呢 它是 我們最好的狀況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 我要讀取的區域 就跟你什麼 跟你要擺放的東西是 是同一個區域 好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你可以去做計算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在base case呢 它是需要20個mini second 看起來合理的 就是還合理的數據 好 但是很不限定的地方是 如果是你用隨機存取的話呢 然後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16000個mini second 非常誇張 就是它到了16秒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一個很誇張的地方 就是硬碟的存取呢 它可以從20個mini second到16秒 都可能發生 然後注意到為什麼你要知道這些事情呢 因為這個東西呢 雖然硬碟呢 在今天來講的話呢 在個人電腦已經視為了 但是不代表說這樣的一個情境呢 在其他場景不會遇到 我們其實在真實世界 就有很多這種場景 什麼場景呢 就是我們在存取的時候 你不能當作總是一樣快 就是 快的其實是很快的 你看 在好的狀況它可以20mini second 但是在差的狀況下 其實它可以在16個mini second 而且這是隨機 它還沒有到最差 這個你可以搭配XSMP來看 所以我希望告訴你堅持 其實就是說第六章其實在講的就是這種議題 就是它讓你知道說呢 我們的儲存媒介可以有很大的時間落差 你必須要有能力去計算出這個時間差 你必須要有能力去講得出它的這個 Average Case Worst Case Best Case 然後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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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分佈 好 一樣呢 這個第六章裡面呢 其實我們需要一些背景知識 這為了要講解這些背景知識呢 我們就準備一些材料 好 然後 那我們這邊來看幾個 好 那其中就會講到我們本週要探討的議題 要講這個CPU Cache 好 然後我想大家了解到 就是我們講這個現代處理器 我們在講之前在講這個Atomics 我們在講這個Concurrency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提到 其實我們講多核 真正哪個地方呢 其實不是CPU的核數很多 而是說呢 我們考慮到Cache 我們考慮到Coherence 我們考慮到怎麼讓這個處理器的核跟核之間呢 可以合作 這才是我們真正困難的地方 那偏偏呢 Cache呢 在裡面扮演非常關鍵的議題 像我們之前在講那個Atomic的時候 講到 這樣講到Foss Shurring 然後我講到說呢 講到說像 提到Spinlock的時候呢 你可以發現說 Cache對這個過程中的扮演 也是一樣有很大的那個影響 好 然後這邊呢 就是 這是我們之前那個 之前同學整理一些材料 那你可以加 搭配看 這裡還有一些講解的錄影 這個內容比較舊了 那最主要就是讓你知道說呢 我們今天寫這個程式 其實程式那個效率可以落差很大 我們等一下看一個示意圖 好 就是說呢 你看這個 等一下想一點 示意圖 示意圖 示意圖在上面一點 好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一個議題啊 在這個 算你還不清楚 這個PF Distance在做什麼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啊 就是呢 其實 看起來一段很單純的程式嘛 像它可能是一個矩陣運算 這樣一個看似單純的程式嘛 你會發現說呢 其實這個時間差 其實是會不同的 在某些時候呢 它就是會耗費比較多的時間 反過來說 某些時間它就是會比較短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有很多調整的空間 然後這樣的一個手動去調整的一個機制呢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Pipeline 就是 這個Pipeline就是你講的CPUPipeline那個尺 然後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如果你去細看 就Cash對整個 整個城市的效能影響的話呢 這個 落差呢 可以更顯著 就是我們剛才呢 就是透過一種 機鐵 存取的模式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呢 它就會有影響 然後你看到畫面中這一段 這一段呢 也是很有趣的一般 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到說在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Cash大小 它的Cash Miss的數量呢 其實會不同 對吧 你看 這個Cash越大呢 Cash Miss比較低 但是呢 這個曲線呢 它不是這麼 不是那麼線性的 它其實它一定會有些關聯 然後呢 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當我去設計一些 設計什麼 設計一些實驗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呢 呃 每一個 存取每個單元 它會有後備的周期 所以你看到 這個分母是什麼 是Element Element數量 然後分子是cycle數 當然我們希望說 可以讓什麼 可以讓每一個Element 存取每一個Element的 那個成本降低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其實這件事呢 其實不是 不是你想像那麼單純 就是它可能會有 不同的這個時間變化 然後那個時間變化呢 就跟那個Cash Cash Line的存取有關 然後 那底下呢 就有一些相關的這個實驗 然後跟一些報告 那這個 這底下呢 就一些實驗 請你搭配看 然後我們這邊呢 就要開始解釋 這個東西怎麼來 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就是來自那個 記憶體呢 它會其實本質上 它是有不同的階層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終於來認真講 這個記憶體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過去大家學這個 計算機組織的時候呢 就是你知道還有另外一門課 叫計算結構 計算機組織跟計算結構 這兩者怎麼區分 計算機組織呢 它的英語呢 就是computer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在意的地方就是 你有哪些組成 就是從一個 聚觀的角度去看 所以就是說我有CPU 我有這個主機體 我有各式各樣的周邊 這個就是 我們在意的是它的組成 然後呢 如果是講這個CPU architecture 我們其實在意它的細部 所以它是微觀的觀點去看 所以呢一個 計算機組織呢 從聚觀的角度去看 看透過哪些組成 然後呢這個 computer architecture 在於它內部 所以我們內部在意的是像 pipeline 我們在意的是cache 我們在意的是 這裡面的micro architecture 它也有哪些特色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是以 computer organization的角度來看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很清楚說 我們知道有ARU 在CPU裡面有ARU ALU 然後呢它在這個CPU 它不會直接存取到主機體 我們其實會透過各式各樣的bus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bus 然後呢 US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是從organization角度去看 好 但是呢其實對軟體的角度來講的話呢 這件事呢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直觀的 對吧 因為對你來講的話 寫程式就是一個又一個的組合園 對吧 的組成群 你當然會先用高階的圓把它轉成組合園 那你可以看到說呢 像這邊來講會有個data move的指令 然後呢這個data move指令呢 就是我把某一個贊存器的內容 這個register file內容 把它移到這個主機體 也就是把贊存器內容存到主機體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說呢 看是一道指令 但是實際上呢 實際上是什麼 是一個相對長的一個步驟 對吧 你可以看到今天是CPU 接著爆bus到這個主機體 然後說我血軟體的人 為什麼要知道這件事呢 因為這個成本不是沒有 這是有成本的 而且這個成本呢其實不低的 然後呢反過來說呢 如果是一個反向操作 就是不是 就是 它是那個什麼 反向操作就是說 我今天要做讀取的話呢 我今天要做 就是我今天要做這個資料的讀取 我剛才講的是寫路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做讀取的時候 我就從記憶體的內容 讀到這個register file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 其實也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你應該注意到那個箭頭 你看 就是我這個條路是顯然叫寫路 對不對 然後這條路呢叫讀取 然後呢你要知道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也會講一個東西叫transaction 所以那這個transaction是什麼呢 就是之前在我們講autumnus時候講的事情 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一邊要減少 一邊要增加 然後呢沒有中間狀態 那至於到記憶體的存取呢 不管是做讀取 還是做寫路 其實它本質上就是一個transaction 就是全部完成或者全部失敗 那當然我們講的是一個memory style 一個小單元 那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件事呢 因為這件事呢 有可能會失敗 有可能會被長期的拖延 也就是說呢 你不能假設每次的讀取跟寫路的成本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很多寫軟體的人 包括我在內呢 我過去呢 可能寫成事的時候呢 都會把它當作這個是一個 讀取跟寫路是一樣的成本 那這不是 那顯然你知道上面有什麼 上面是有boss 那boss上面會有什麼 會有競爭的 所以注意到 就是說這邊呢 來講話呢 如果你對硬體有一定的概念的話 你會知道一個東西叫什麼 就是這個 在我們存取boss的時候呢 其實會有 會有這種 就是boss contention 然後尤其在多核的狀況下 其實這件事會更顯著 就是多核處理器 或是說呢 會有一直多核 也就是說你可能會有CPU 你可能有GPU 會有DSP 或是各式各樣的加速器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它不是一個單純事情 所以我講到這邊只是提醒你 就是我們過去呢 覺得說好像這一道指令 就覺得是很基本 像你過去在學計算機組織的時候呢 你也會覺得說這個是很基本的一個操作 對不對 一個Data Move的指令 但是這件事呢 其實在電腦的角度來講 這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好 然後此外呢 就是 此外你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儲存媒介的那個變革 那個落差很大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 中軸呢 是 對數做標軸 就是顯然呢 就是什麼 顯然就是越上面就越慢 然後越下面就越快 然後呢 你發現最快的媒介是什麼 最快的媒介是CPU 而且這個 這個CPU跟其他除了媒介的落差呢 是很大的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呢 像我小時候這個年代 我小時候這個年代呢 其實很有趣 CPU跟那個主機體呢 其實落差還沒有很大 當然那時候CPU還是快的 但是呢 沒有像現在的落差那麼天差地遠 你看這個 這已經差了幾個數量級 這差了超過兩個數量級 就是我的Drain跟CPU 但是注意到在我小時候那個年代 其實他們也差不多 好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其實像那個Disk 就是硬碟啊 軟碟啊 還有一些各式各樣的儲存媒介 這東西的進步幅度很大 但是呢 就算它怎麼進步呢 其他的還是大概就是 一個數量級的一個差異 但是CPU呢 這個數量級的差異可大對不對 你看這個CPU的數量級差異 它是超過兩個數量級的差異 然後 而且CPU其實還是持續在往前走 好 然後呢 我想特別讓你了解到這個東西的GAP 這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說呢 同樣的資料的存取 如果是發生在Disk上 跟發生在CPU 尤其是像Register跟Cash 這些落差是非常大的 在過去的年代呢 這個落差沒有那麼顯著 它本來就有落差 但是它沒有那麼顯著 但現在不一樣 這個顯著落差呢 是你不能忽略的事情 而且這個落差 持續在 拉大 所以 我們現在要去思考的地方是呢 你能不能藉由某一種 媒介 那這個媒介呢 它可不可以去擬平這中間的差距 像呢 我要去擬平呢 CPU跟這個低論之間的差異 我們要去做一個補償 你知道呢 中間有個很重要的媒介叫什麼 叫做Cash 然後呢其中影響Cash 很關鍵的議題呢 叫Locality 然後這個Locality呢 我們又可以把它講的 這個有兩個 就是 兩個主要的 就是叫一個Temporal 跟一個 Special Locality 然後呢這個Temporal 跟Special Locality 看起來深奧對不對 但其實這個東西 不難不難理解 就是Temporal Locality 在一個地方是時間 什麼叫時間呢 就是呢 你看喔 其中考 然後昨天晚上你在 臨時報佛腳 背誦那個考古題 昨天背誦 今天出現 那你會覺得賺到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Temporal Locality 就是說呢 因為你是臨時報佛腳嘛 你平常 假設你平常沒有 沒有努力讀書 那你就考前一天去認真讀書 來 考前一天臨時報佛腳讀書 然後呢 但是因為昨天晚上讀的東西 剛好今天出現對不對 所以就大呼過癮 所以就 下筆如有神 然後這就是講這個Temporal 那另外在Spartual Locality 他就講這個 講這個 空間 就是說我在存取的時候呢 我在存取的時候呢 其實 我不會只有 看一個區塊 就是說像你 尤其你在讀書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個印象 就是說呢 我今天讀的書 講到我今天讀的叫做 Compute Organization 那顯然呢 我中間會講到什麼 講到Pipeline 會講到說 像interrupt 那這些材料的時候 你在閱讀的時候呢 雖然這次的考試題目叫做Pipeline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相關的內容 你都會有涉獵 講這個 講這個Data Hazard 講這個Control Hazard 甚至講到說 不同的這個 CPU設計的特性 來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剛好呢 考試的時候呢 剛好也考到 然後就是說呢 你可能 在準備的時候呢 剛好這樣 在一個很接近的時間 你也讀到了 所以呢 你也會大呼過癮 賺到了對不對 就是說呢 雖然考古題沒有存在 但是剛好讀的時候 剛好怎樣 昨天晚上 這個熬夜苦讀的時候呢 反正怎樣 剛好用得到 然後呢 我要注意到就是Cash呢 就是一個去 縮減這兩者落差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東西呢 顯然它不存在一個 它沒辦法做的 容量不可能非常大 因為容量大的話呢 其實往往呢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容量大的東西呢 往往它的成本 它的這個 容量大的東西 它的這個速度就拉不上來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要成 又要那個 容量大 速度要快 往往你的那個 量率就低 你的代價就很大 所以呢 其實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講的那個CPU呢 其實它是做很多取捨 就是 所以一般來說呢 那個儲存 儲存空間大的 基本上就會慢 當然有時候技術上的突破 可以去消滅這個變化 像我們剛才有講那個 Hard drive 硬碟 跟SSD 注意到這兩者是完全 不相關的技術 注意到這兩者的技術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SSD出來之後 你看 橫空出世 那個存取的速度完全不同 因為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技術 然後但是呢 不管是硬碟也好 SSD也好 它的存取速度 始終不能跟低潤 當然也不可能跟CPU去比較的 所以我們現在去思考的地方是 我怎麼去調整那個存取的行為 讓它呢 算我空間不大 但是我盡可能讓這些事呢 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 兩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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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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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繼續 接著我們要跟大家探討一個東西 叫做 叫做 Law Major 跟Color Major 注意到這個東西 對於校門有很大很大影響 就是 程式碼 程式碼呢 你看喔 這個 你看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呢 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在去 給定一個 二維的陣列 那當然對西元來講 其實不存在真正的二維陣列 二維陣列只是一個notation 就是要對西元來講 所有的記憶體應該都是一個 線性的方式存取 那當然這邊 我們講二維陣列是講數學上 就是 那西元就會把二維陣列 數學上的概念轉換成一個 線性的表示法 然後你剛才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 跟下面程式碼 其實落差是很小的 好 那你看到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是 這邊是m 外圈是m 內圈是n 然後下面這個程式碼呢 是外圈是n 內圈是m 對表還有 就從到尾就只有這兩個差別 那就叫這兩者的效能呢 是不同的 這個很有意思 你看 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 你可以看到 外面是m 跟裡面是n 還有 外面是n 裡面是m 這兩者為什麼效能上會不同呢 這要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叫做 就是 low major跟color major 好 注意看圍基百科的圖示 看右邊就好 好 就是說 這個 右圖呢 你可以看到說有個叫low major 另外一個叫color major 然後注意到呢 在Rain來講的話 Rain的全名叫randed access memory 對吧 然後呢 顧名思義就是它的存取是隨機的 注意到這個隨機也是相對 其實不是那麼精準的 就是 但你可以先假設 先假設呢 你在存取記憶體的任意的區域 的成本呢 是相近的 它不會總是一模一樣 但是它是會相近的 就是要隨機存取記憶體 然後但是cash不是這樣東西 cash的存取其實是sequential的 也就是我cash存取的時候呢 我不是隨機存取記憶體的區域 不是 其實cash的存取是 它有一個最小單位叫什麼 叫cashline 對不對 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Tominus在講concurrency的時候就講過 cash的存取是一個cashline 所以呢 如果呢你的資料存取方式是這樣 就是我讀取的時候呢 就是我請可能是11 讀完12 再13 然後呢 再212223 如果你是這種方式的話呢 這個對cash是友善的 注意到這東西呢 對cash友善的 所以這個就符合剛剛講的什麼 spoture locality 對不對 就是說你在存取11的時候呢 12也跟著存取了 你在存取12的時候 11跟13也跟著存取了 然後所以注意到 low major的方式呢 是對cash友善的 反過說什麼方式對cash不友善 就是你的存取就是 我11讀完就讀21 然後再讀31 然後這樣的一個方式就叫column major 注意到 所以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會傾向是low major 注意到low major跟column major呢 其實要做轉換的 其實不會太困難對不對 就是像那個寫程式的時候對不對 你就是把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東西轉換成上面這個 就可以變成那個 low major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 這就是很多程式效能的瓶頸 因為編譯器呢 它也許可以幫你做一定程度的調整 但是呢如果說今天編譯器呢 它是 它沒有信心說 一定這樣做是正確的話 往往編譯器在最佳化來講的話 會採取保守的手段 也就是說呢 其實呢現代編譯器最佳化的時候呢 是有機會把底下的這段程式 把轉換成上面的這個low major的方式 但是就是不是每一次都是這樣 所以注意到你不能那麼依賴那個底層編譯器的這個 最佳化 好然後 注意到這個column跟low 這個東西呢在台灣很尷尬 因為台灣呢有很多不同的文化衝擊 就是有一部分衝擊來自什麼呢 來自這個 來自書寫方式 其實大家知道一件事啊 這個其實報紙呢 我們現在看的報紙 就是標題是從左邊到右邊對不對 你會看到我們很多刊問的都從左邊到右邊 但是這件事不是說一開始就是這樣 一直到2005年聯合報 沒有聽錯啊 就是台灣的聯合報 很有名的聯合報 聯合報呢其實還是從右邊寫到左邊 對你沒有聽錯啊 然後聯合報一直到什麼時候才改變啊 聯合報是到2005年的年底的時候才做變更的 也就是說在那2005年之前 聯合報其實都是從右邊寫到左邊 而且呢這個 台灣的這個書寫 其實你應該知道就是說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傳統文化的那個痕跡在 所以比方說傳統文化裡面就會有講那個 我們講一行對不對 行呢是 就是行就是直的 就是在我們那個傳統 因為那為什麼寫書法 但是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這問題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頒定的稿子 就橫式的 就每行都是橫式的 因為你知道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呢 跟蘇聯很大的關聯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很多想法是全盤的稀化 然後呢 那這就是尷尬 所以呢 我們的行呢 其實很難講得好 就很尷尬對不對 就是我們 我們就會那個 行跟列 其實那個行為不同 這個 不只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有一些衝突啊 就是方向的衝突啊 跟日本也有很衝突啊 因為日本呢 從明治維新以來呢 也是去也是嘗試去稀化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日本也有書法 日本書法也有執事的 跟他執事的話 他就不叫去喊 所以你知道問題啊 我們台灣這方面比較尷尬一點 所以有時候呢 這個這個 Logan Colin怎麼辦呢 就是 建議是就不要翻譯了 因為 很難翻的嘛 因為那個翻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誤解 好 那今天我們來講重頭戲啦 重頭戲就是hierarchy 注意到 最快最快的媒介儲存是什麼呢 就是CPU register 那對應到CPU的話 就是這個register file 然後次快的就是Level 1 cache 注意到Level 1 cache呢 是每一個酷爾獨立的 就是 你的Level 2 cache 可能是共享的 但是Level 1 cache 總是 是private 不分享的 也因為這件事不分享呢 所以導致什麼 導致說呢 你要做conference呢 代價是不低的 好 那但是Level 1 cache存在的道理很簡單 因為它是怎樣 它是 它是僅次於CPU register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 它是非常非常快的 當然它是小 然後呢 我們的儲存媒介的話呢 有意思地方是 像這張圖啊 我很喜歡CSAPP 就是這樣啊 它很多比喻的很 很有趣 我們也會有個東西叫Secondary Secondary storage 一般就是Disk 就是很多書呢 只是想要這邊就結束了 但是呢 CSAPP呢 就給你一張很好的圖 它分local跟remotes local就講你本地端的硬碟 那什麼是remote呢 大家有在用這個雲端服務 不是 大家總是會用雲端服務 對不對 如果哪一天 你的手機不能上網 這樣手機可能就不想要用了 因為不能上網手機 對來講 它就只是一個硬碟 但是呢 手機如果能夠上網 你就會認為說 它有生命的 它有作用了 好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說呢 如果呢 我們用廣義的那些雲端媒介 當作一個Secondary storage 它就可以變得超級大 然後但是這些速度的落差 就會更明顯 好 那當然以這個寫程式來講的話呢 我們在意地方在哪裡 主要就是在意這個 畫面中的Level 4 跟Level 1 就是我們在意的地方是這兩者 就是因為我們寫程式 我們寫程式不會直接一開始就寫到 Level 6這個層面 但是呢 我們寫程式很可能我們存學是 我們其實不確定 我們到底存學是Level 4還是Level 1 那這兩者的速度是很大差異 它可以差到100倍 或是就是類似的規模 好 然後呢 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有一個對應的一個 跟講它的那個成本 然後注意到這個表格其實不精準 那你說不精準為什麼列出來 因為一直會改 CPU的架構會一直改 不同的Micro-Arctetial 還有不同的那個 在不同時間點那個 技術落差會不同 但是不難看得出來 這個速度的落差是很大的 你看喔 Level 1 Cache它是4個cycle 那注意到這個數字其實可以再更低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是主機體的 Watcher Memory的存取的話 它就會到100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兩個數量級的落差 然後 那如果是講這個網路的話呢 講那些雲端儲存媒介的話 當然就更慢了 然後呢底下就是一個相對比較舊的一個示意圖 這是CSAPP裡面列出來的 然後我們在第一週的測驗 第一週的這個課堂問答 有幫大家補充一個比較新的 就是依據2020年的那個材料 但是呢 就是數量級是接近的 就是同樣的數量級 就是那個上面那個數值有些落差 好 所以講到這邊為止 你知道這件事就是說呢 我們要去 有辦法去善用我們的Cache 那注意到這東西講起來簡單 但是做起來超難 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難的地方在於說呢 很多數字呢它是差一點點 但是它卻有 可以很大大落差 這個落差很大的原因來自什麼 來自Cache的這個 Cache Missed Penalty 我們知道就是說呢 我們在做這個 做 機體存取的時候 Cache呢 雖然是要去降低 CPU跟主機體的這個存取速度的落差 但是呢 當我發生Cache Missed的時候呢 我就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就是它會比一般的機體存取的成本 會更大 因為首先你要去讀取主機體 而且你必須要更新你的相關的這個Cache裡面的資料 其實這件事是有成本的 這就是所謂的Cache Missed Penalty 然後你可以告訴呢 這個成本呢 其實是50個cycle到200個cycle 而且這件事有可能會增加 為什麼會增加呢 因為CPU變快了 其實我們的主機體是有變快的 一直有在進步 還記得前面畫的示意圖對不對 其實機體是一直有在進步 但是因為CPU越來越快了 所以這才會講說這種 這個代價會越來越大 好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會講Cache Missed Rate 而不是講Cache Hit Rate 所以就是說 你看我們講Missed Rate 而不是講Hit Rate 為什麼不講這句話呢 因為這就是成本 我們算一次給大家看 你看到97%的Hit 跟99%的Hit 這看起來是不是不分伯仲 兩者都看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去算它的Average Assess Time 如果去算Average Assess Time的話 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算出來的成本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的Penalty不同 所以你看 90%的Hit 就意味著說它的Missed Rate 3% 然後你看 因為這個Penalty很大 而且這個Penalty會逐漸變大 所以你看到 反正97%的就意味著說 它的平均的存取時間 是需要4個Cycle 反過來說 99%的Hit Rate的話 就是2個Cycle 所以為什麼 我總是看到Missed Rate 而不是講Hit Rate 因為講Hit Rate 是 是 不那麼顯著 但是Missed Rate很顯 可以很 才能夠反映到實際的執行時間 然後後面呢 就有一個CSAPP的 它叫做Memory Mountain 然後 這張圖很值得去看 就是 你之後看不同的CPU架構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類似的圖例 好 首先我們先看看右上角 Heswell Heswell Heswell是 Intel的某一款 Microarchitecture 我們這個上課有講過 就是說 我們今天看Intel 就不能看i7 所以說我問你是什麼CPU 現在不要再回答i7 i7只是品牌 這個品牌裡面有一堆什麼 有一堆處理器 就跟成功大學這個品牌 裡面會有各式各樣的學生 會有喜歡去輪班的 會有不喜歡輪班 但是最後去輪班的 還有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我就去輪班的 反正有各式各樣的學生 那也有是很優秀的 就是 優秀到這個 像我們講那個什麼 朱金武院士對不對 朱金武院士其實讀成功大學之後讀一下下 他就跑掉了 但是我們成大還是說他校友 這個尷尬對不對 人家讀成大之後讀一下下 為什麼叫他校友 不管 不知道當誰校友 不管 反正就是看 也是有走那麼遠 也是有這個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好 Anyway就是說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 Microarchitecture 注意他 然後Heswell是什麼年代的 Microarchitecture呢 Microarchitecture 注意到 因為考慮到CSAPP這本書的年代 我們現在看的CSAPP是第三版 第三版的時間是2015年 所以顯然他就只能講的比較 就是2015年前的東西 Heswell這個Microarchitecture是2013年的東西 所以其實距今整整十年的 但是還是有很大很大的參考價值 因為intel並沒有把每一個Microarchitecture都公開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比較的時候必須比較舊的 因為新的資訊是沒有揭露的 那intel可能會過一段程才公開 或是藉由某一種其他的第三方的管道 才會知道這種資訊 好 那這張圖在畫什麼呢 就是說呢 他跟你講說呢 他的不同的存取 好 那你看喔 中軸當然是講這個SUPU 當然是越高越好 好 好那所以顯然呢 Level1 cache 當然就是 他的SUPU當然高 還快 然後呢 主機體呢其實到這裡 好 那這呢有X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到出他的那個空間 像這邊來講的話呢 他的Level1 cache D cache只有32k 所以就這麼大 然後呢 它有D cache跟Data cache跟Instruction cache 加起來64kb 所以就畫過來就是64kb在這裡 然後Level2 cache的話呢 就是256kb 然後呢 你為什麼要注意到這張圖呢 這樣的話有什麼好處的 其實我們要看它是波度 就是說Level1跟Level2之間的間隔 Level2跟Level3之間的間隔 還有這個 它要緩的程度 抖的程度 跟平緩的程度 一般呢 最平緩的地方就是 一般最平緩的地方就是 像這個主機體一般 是平緩的 好 然後 那在這本書呢 還有一個專門的一個程式 你可以去下載 下載這個Mountain 這個Mountain 可以去畫出 依據你的CPU架構 畫出你的施衣圖 那你可以對照 看看你整整十年前的電腦 是什麼樣的一個類型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你看這個東西有趣的 這個東西有趣的要在哪裡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 存取速度 落差是很大的 好 稍微記一下這個速度 你看這個Level1 到什麼 1400 就是那個 14000 不是14000 14000 就是 每秒 14000 Mb 然後 如果是對照 09年 就是那個 內海人 內海人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只有6000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你看行為越來越快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你看那個主機體 主機體 你就看這一塊 看這一塊 8000 也是不錯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個東西 4000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顯然 主機體是有 低潤是有進步的 對吧 從4000到8000很厲害 對不對 但是你看那個L1 然後Cash那個成長速度 是更驚人 對不對 從這個6000 提到的嘛 提到 14000 所以那個 你可以看到CPU的幅度 其實會比主機也快 就是 這個 兩者都有在進步 但是這個 這個落差呢 會很不同 那如果說呢 你去對照相對更新的 這個 就是 另外一個Haswell 然後 你可以跟他說 這個存血速度 就很大不同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工具把它畫出來 好 然後在這一章來講話呢 他就提醒 包含說那個 Raw Major跟Color Major 那底下呢 他就用一些示意圖 告訴你 怎麼寫程式 才會效率更好 那你可以剛說 像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我對一個 這樣一個矩陣操作 然後只是我去存取這個 IJK 有沒有 IJK 這樣存取呢 其實程式碼是很將近的 對不對 你看這個程式碼 你看左邊呢 其實看起來根本就一個樣 對不對 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關鍵地方是存取 存取機體方式 看我們偏號呢 是Raw Major 那如果說呢 你從Color Major 改成Raw Major的話呢 就可以去縮短 他的存取時間 那你可以看到說 那個存取時間的落差 可以很大 可以看到說呢 你可以開到2.0的 跟0.5的 你看很大大差異 但是程式碼怎麼樣 是本質上是非常接近的 好 然後底下呢 就有一些示意 有一些示範 還有一些那個書上 一些測驗體 請你搭配學習 那這個東西是 CSAPP的第六章 那在這第六章來講話呢 那你就該了解到這些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議題 好 今天我們要前進到這邊 我們在上週呢 其實有講到這本書 注意到這本書呢 我們還在翻譯 那就是 它其實是一篇論文 Japer Japer寫了論文 然後我們除了翻譯以外呢 我們會去更新一些 相關的那個 相關的資訊 好 那既然講到Cash 我們就來看Cash Cash Cash 我們在講Cash來講話呢 其實我們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就在意的地方就是 我不只是看這些階層的結構 其實我們在意的地方是說呢 Cash怎麼去實作出來 好 然後呢它就會有所謂的這個TOI Breakdown 這個TOI是在講什麼 Take Offset 還有什麼 對應的Index 然後呢你應該有印象就是會有什麼 有像Fully Associated 還有Sate Associated 然後就是像這樣的一個什麼 這樣的一個不同的Cash的設計 然後 像畫面中看到這個就是什麼 Direct Map 然後這個就是Sate Associated 然後呢這樣的話呢 對於這個不同的 針對不同的Cash的大小啦 那它就會有不同的 不同的行為的影響 講這個就是這樣那個 它關聯的程度 然後呢 這邊來講話呢 這邊來講話就是像這個 我們集體的存取 考慮到這些Cash的行為 所以導致呢我們在設計 設計 資料結構的時候呢 必須要很 很謹慎的去 考慮 好 那例如說呢我們來考慮 講個 講個 講個案例 像那個大家知道那個Btree 忘記什麼叫Btree的同學呢 可以回去看你的資料結構 好 就是我們之前上課都講過那個 紅黑樹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 Btree呢 就是在資料結構裡面呢 非常精彩的一部分 好 那總之呢 就是說它也是一種 它也是一個自我平衡樹 跟紅黑樹一樣是自我平衡樹 而且它發展的時間更早 這個Btree的發展時間是1972年 紅黑樹1978年 反正那個年代很多東西都被發展出來 然後呢 這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會在一種Btree呢 它是屬於Static Static Btree 然後這個Static Btree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Static Btree呢 我們會在一種 Tree的特別地方在於說呢 它是對Cash 是更友善的Cash Cash Cash 這個 就是說呢 這種Btree 你知道它是一個自我平衡樹 那我們為什麼把它 我們為什麼關注這個Static 就是因為Static 基本上它不旋轉 你說那不旋轉 那為什麼還叫Btree呢 因為它還是符合Btree的行為的 就是它已經轉過了 然後也不是說它完全不轉 就是說它其實大部分時候是不轉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關鍵的地方是說呢 讓資料的搜尋可以很快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建構一個這樣一個靜態的Btree 那你下一個要去思考的地方是 我怎麼去調整我的記憶體的佈局 知道 我怎麼去調整我的記憶體佈局 讓我們的記憶體存取更有效率 所以做過程中你大概就想得出來 喔 這件事該不會就是考慮到Cash 別別錯 就是考慮到Cash 而且呢 這東西呢 有一大堆 你在同一個網頁可以看到一大堆這種 在講這種 講這種 什麼Cash的影響啦 什麼的 然後呢 然後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經過調整跟沒有調整的落差呢 可以很大 就是說你看到 你看到 欸有沒有看到這種 這個紅色部分 紅色是本來是那個 本來的 靜態的Btree 叫Stree 就是靜態的Btree 然後你做一點記憶體的調整之後呢 你發現什麼 時間的存取的延遲降低了 小資料的時候看不出來 但是在大資料的時候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樣什麼 也是記憶體存取的一個關鍵 所以注意到好 我們之所以跟大家講這些議題呢 就在於是Linus Kernel的開發者 花了很多時間搞定這些東西 搞定不同的記憶體的佈局 那此外的話呢 這個cash的影響呢 是非常重大的 好 你看到像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 看起來很單純的東西 對不對 就是看起來就像一個什麼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link list 對不對 好 現在拿的地方是什麼 現在拿的地方是顯然這個東西 是我們真正有興趣的 那這個就是指向下一個節點 對吧 它這個link list 它就指向下一個節點 然後呢 但是這個東西呢 欸 這張圖裡面就很熟悉啊 就是呢 這個空間呢 很關鍵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記憶體的這個資料空間很關鍵 就是呢 每一個節點 然後呢 每一個節點的大小會決定什麼 決定它的 決定它的那個存取的時間 當然我們希望的這個 延遲越低越好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說呢 你看喔 這個這個指 對不對 你會以前會越 會認為說呢 存取越大的空間 佔用的時間越大 但是其實不是 你看看來講話呢 這個佔用的空間越大的時候呢 其實在某些範圍內呢 其實它的 時間不會有顯著的增長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cash 那反過來說呢 你來思考啊 你在寫那個Fibonacci Driver的 那個作業的時候啊 你沒想 你那個圖啊 不是那種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其實就受到cash影響 那要怎麼去降低cash的衝擊呢 我們這個上課的時候 作業檢討的時候 跟大家提示過有幾個策略 因為我們可以忽略第一次 第一次的存取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計算Fibonacci 92 我要計算第92個Fibonacci數 我可以先算一次 但是我不計算時間 我只是計算 純粹計算跟驗證結果是不對的 接著再算一次 算第二次的時候才什麼 才去真正去計算我的時間 那這樣的話就算第一次發生cash miss 其實不會影響第二次 因為第二次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認為是吧 排除它相關的干擾 然後你可以看到從這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這個cash的影響是很大的 會導致我們在分析 城市的執行時間很難理解 過往你看到這個城市問你說 這個這個城市呢 就是今天假設給你這個城市 跟你講說這個執行時間 跟那個派的這個數值的變化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這個不就是 Npad越大 存取時間就越長 你會覺得說廢話 但實際上你如果真的去做 記憶體測量的話 你發現它的曲線跟你想的不同 對吧 你想的曲線可能是一個線性的曲線 但實際上它不是線性的曲線 然後呢 這件事麻煩的又是什麼 今天是單紫禁序 那你們會好奇多紫禁序怎麼辦 多紫禁序呢其實行為就不同 多紫禁序呢就涉及到競爭 那我問到後面的例子 然後後面呢還會講到什麼呢 就講到說 像那個TLB TLB的影響 我們知道TLB是什麼呢 TLB就是 本質上它也是一種cash 它在cash什麼呢 就是我從virtual memory轉到physical memory 是會有什麼 是會有成本 為了要降低virtual memory到physical memory的轉換成本 那硬體呢就有一個cash 然後這個cash稱為叫TLB 那去加速這個轉換 但是呢 一樣呢我也可以遇到什麼 我也會遇到TLB的cash miss 所以叫cash miss 然後呢 這邊呢就是做比較 就比較這個TLB的cash miss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同學們在寫那個Fibonacci作業的時候呢 其實就也會遇到這種事 因為呢你寫大數據算 就是要存取夠大範圍的空間 其實Kerno給的那個 Kerno給的Stack空間呢 是很小的 Kerno給的Stack空間只有16k 而且你配置機器呢 不是總是 要配置多少就可以一定會成功 在KernoSpace 不會總是成功 反過說在UserSpace 幾乎都會成功 因為我們有打開什麼 有打開這個 Over Commit 但是Kerno裡面是很保守的 至於詳細的原因呢 我們下週 完整跟大家建造那個 基底管理的時候呢 你會有更清楚的認知 總之我希望讓你理解到什麼事呢 就是這些基底管理呢 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然後呢 你要考慮到這個cash的影響 然後 那這篇文章很棒的地方就在於說呢 他讓你用量化去瞭解他的行為 那同理呢 在這個寫錄的時候呢 我們要考慮到一些狀況 那你應該有聽過 Ride Back Ride Through 在過去呢 你可能就是要求去記憶 記送而已 但是這件事啊 我們在Linus面前呢 對不起 請你誠實命令自己 不懂就是不懂 不要說呢 你是技術總監就可以不懂Big O 不行 這個技術總監不懂Big O 還是要會拍電影 拍影片 大家就會接受你的好評嘛 哦 原來要特別強調說 一個月還是拿超過十萬塊 但是 每個人都有不同選擇 就是沒有必要 因為只是講人家技術 就貶一個人 不需要 對不對 如果只是講一個技術 就貶一個人 說真的我們這個社會太無聊 我們去談論一個人 是可以談論很多不同層面的 對不對 就像我們上課有時候 有講到是聯社會先生 但是我對聯社會先生 我還是尊重的 對吧 因為你想 他三歲的時候就當自耕農 你看我三 我三歲的時候 我在苗栗鄉下長大 我三歲的時候 我還是沒辦法當自耕農 我三歲的時候 我頂多在我家後面的田地上面 那個鬚鬚啊 那邊抓小蟲啊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想要我三歲成為一個自耕農 那這方面聯社會先生就是很厲害的 生活大學考試考的應該是比聯社會好很多的 但是對不對 人生成就人他就是厲害 對吧 那這個 所以這個其實 不要用那個單一的標準去評價一個人 那個不懂 不懂BGO 忘記BGO其實不可恥 可恥的地方是什麼 你忘記然後還不去學 對吧 沒有啦 我只是在評量一下那個 評量一下那個 這種事 就是這種 不需要 只是用單一的 因素去評價一個人 好 那我回來看這個 ride back跟ride through 然後呢 這個 相關的定義呢 我就 就 就 就先忽略 我只是想要提醒你什麼事情 ride back跟ride through 對於效能影響很大 而且呢 ride back跟ride through 並不是 總是可以互換的 好 換個方式 我們還是解釋 就是 你可能會有個問題 就是 你可能會有個問題 就是以前在書上看到說 ride back的速度比較好的 效率會比較好 ride through的效率會比較差 那你可能跟我一樣 跟過去的我一樣好奇說 有快的我幹嘛要學慢的 對不對 像我以前那個 我 我高中的時候啊 我自己自修那些資料結構演算法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國中的時候我就開始學了 就 國中的時候我看那個書本 就看到快速排去法 我就覺得很煩 對 就我國中學的時候 跟很多人不太一樣 就是 因為我在 我住在苗栗 在苗栗 在苗栗鄉下其實 不太有機會去 就 學電腦很麻煩 所以我學電腦的時候 都要跑到新楚去學 或是跑到台北 台北去學習 那顯然我在我苗栗家鄉是沒有什麼書店 就連一般的書店都不太存在 更別說電腦書店 所以我那時候就要去坐車 坐到 坐到青寶大學 然後青寶大學那時候 對面有一些電腦書店 當然現在已經很多不見了 但是那時候還有一點點 電腦書店 所以我那時候就帶著筆記本 你知道嗎 帶筆記本 超書 因為買不起啊 所以我就是 跪在書店 然後在抄書 然後那抄書呢 當然就要抄一個什麼 就是 不能全部抄 也沒那個時間 而且電腦會覺得你怪怪的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翻那個書 書本 然後我就翻 講排序 然後我就看到前面有什麼bubble salt 還有什麼shear salt 然後就快速排序法 然後我就 有快的當然寫快的 我就抄那個快速排序法 然後但是一直都很難很難理解 那到了高中時候 終於開始認真寫程式 就國中是玩票 高中時候是 因為他去比賽 所以就比較認真在學那個快速排序法 然後才知道怎麼去實作 然後那時候也開始看到這個東西 看到什麼 看到說講這個right back and right through 那時候就一直有這個困惑 就是有快有幹嘛學慢 但是以剛剛排序來講 你就知道 快速排序法 它雖然 average是快的 但是他worst case是很致命的 quick saltworst的case 有可能比一般的insertion salt 可能來的慢 為什麼 因為insertion salt它的best case 往往就是quick saltworst的case 就是有個這麼巧妙的一個差異 所以往往我們就是需要節償鋪短 這也是為什麼在21世紀 我們看到一些排序演算法 它其實都是很多都是會是那種hybrid salt 就是節償鋪短的方式 其實這個我們講right back跟right through也是一樣 right back的確可以提升整體的資料的吞吐量 但是在某些前進下它是不允許的 因為它需要更複雜的策略 而且很多時候是因為CPU不會直接把這個 修改各位的cache line寫回去到主機體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什麼 它不會立刻發生 所以儘管它可以帶來更低的延遲 但是因為它需要更複雜的策略 然後在某些場景 注意到在某些場景是不允許 不允許right back 例如什麼場景 Linus的device driver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兩者都要學 right through是最容易想像的事情 就是right through是最容易想像的 就是說我這個cache更新的時候 我就更新到主機體 這是最容易想像 但是它的對效能影響也是大的 然後你看到你用這幾個關鍵字去找的話 你會發現說Linus的device driver 有好多地方在探討什麼 就是在探討right back跟right through 然後right back 詳細的東西我就不細講 簡單說在某些狀況下 就是只能用right through 如果你要去進一步的使用right back的話 你要先去看硬體能不能支援 而且要考慮到多核的處理器下 這後面有沒有額外的成本 所以變成說有些device driver 他就只能使用right back 那有些device driver 他可以進一步的使用right through 就是在平常狀況下 可能用right through 在某些狀況下 他可以用right back去加速 所以我只是提醒你 這件事它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尤其在多核處理器的時候 這件事很麻煩 但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今天講cash 對不起就是要講多核 因為linus能夠運作的很多裝置 其實都是多核的裝置 然後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反正多核的東西都少不了cash 那為什麼到現在才開始認真講cash 因為你需要更多的背景知識去理解 然後現在講多核處理器 哇這東西可麻煩 這個東西要多麻煩就可以多麻煩 然後注意到首先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cashline 如果沒有一定的約束 沒有一定的機制的話 它就會有競爭 我們之前在講多核處理器 講concurrency的時候 講Otami的時候就講到cashline競爭 所以私幣我們就要有個機制去 藉由一系列的protocol 注意到我們講protocol就是 就是協定 然後其實這個字很常見 像那個ECFA 注意到ECFA本身也是一個protocol 不要懷疑就是ECFA 順便講 怕你不曉得這件事 其實ECFA 你以為馬英九下台ECFA就沒有 沒有 馬英九下台之後ECFA其實還在 你可以看到我們一個網站 就是ecfa.org.tw 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 海峽兩岸合作架構協議 注意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然後架構 架構就ECFA那個A 那協議是什麼鬼 協議就是protocol 所以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你看 一直到今年都還有更新 所以不是說馬英九下台之後 這個符帽就不存在 它符帽是存在的 所以請你了解到這件事 就是有很多同學都很樂學 對不對 像符帽協議的時候可能怎樣 還去參加罷課 就找一個正當理由去罷課 然後或者去關注國家大事 但是其實很多事情它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所以像這個ECFA它就是一個protocol 那這個涉及到protocol就是什麼 就是海峽兩岸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中間就要一個什麼 比方說有浪力的關係 比方說你可以做什麼 我不能做什麼 或是說我必須主動做什麼事 那對方相對是必動 或是說兩邊都要主動 那如果兩邊都主動的話 要有一個仲裁 就是諸如此類這個東西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protocol 然後cash本身顯然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想多核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過核有一個很困難的點就在於說 因為我每一個核都是獨立的 每一個核有獨立的Level 1 cache 每個核有獨立的prong counter 所以它下一道指令 其實都是每一個核各自決定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主機體 還有像Level 2 或者Level 3 cache是共享的 所以我們勢必要有個機制去 注意到這就是一個協定 要個機制去通知我特定的資料已經修改了 或是我這個資料就是怎樣 就是你改你可以改我就不能改 我可以改你就不能改 就是exclusive 或是在某些地方就是共享 或是說你要存取的區域就是invalidate 所以我就是需要藉由發送invalidate的通知 給相關的CPU 才能夠確保這個內容的正確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當然不然怎麼會有這篇論文 這個很難 然後注意到這也會涉及到一個狀態的變化 然後像這邊來講話就可以看到說MESI MESI就是什麼的描述 Modify Exclusive Share Invalidate Invalid 然後這個就是MESI 注意到它有很多變形 比方說有MESI 當然它有一個簡化的模式像MESI 反正就是它會有簡化的模型 也有更複雜的模型 當然現在的處理器來講話就有更多的 就是這一系列的變種 然後這底下請你搭配看 這個就是講它的行為 如果說你過去剛好有學過計算機組織 不對 計算組織應該沒什麼幫助 計算結構的話 那計算結構的話 通常這個研究所的計算結構應該會講這個部分 那如果沒有學過的話沒關係 反正就是現在學 那總之你需要了解到它的狀態的變化 那剛才我們在講那個 還記得剛才那個例子吧對不對 給你個link list 那給你它裡面的存取空間 然後我們一開始講的東西是單核處理器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講單執行序 那我們現在講多執行序 這個東西很酷了 那我們現在假設用的機器是四個處理器 那當然注意到 那因為這篇論文是比較古老的論文 這篇論文是2007年 所以距今已經有些 有些資訊已經過時了 然後這邊就是 硬體有四個四核 應該是四核處理器 其實不是叫四個處理器 還叫處理器有四核 改一下 記一下 3.3.4 你要貢獻這本書 其實很多方式 你發現有些詞用不對的話 你可以來貢獻 你要貢獻的話 其實你可以按右下角 就會跳到那個 就會出現Github的畫面 然後你可以去提交相關的issue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使用一個執行序 兩個執行序到四個執行序 然後這邊講的 這邊話講的很多 其實就講說它是SMP的架構 然後注意到不同的CPU架構 那個行為又更複雜 顯然這邊是完全不能涵蓋的 我們之後如果還有時間講NUMA的時候 我們再來探討 NUMA要講事情就更複雜 不過光是多執行序的cash 其實要想吃就可複雜了 所以你看像這個例子來講話 不同的執行序數量就不同了 稍微記一下它的顏色 紅色是一個執行序的 然後三角形是四個執行序的 然後你看到有些時間會發什麼呢 你看到說執行序數量越多 反而越慢 你看每一個elemen要多少cycle 所以你看到 反而是一個執行序最快 然後執行序數量增長的時候 它就會變慢 為什麼執行序數量增長呢 反而成縮成本的增加 為什麼 因為要做什麼呢 因為要做 因為要做conference 然後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跟你講說這個是有代價的 這個代價有好幾個 有Bus損失的代價 有為了要保持它的資料的一致 其實也有它相關的代價 而且更慘的地方是 剛剛這個還是簡單的 那底下這張圖就是說 有涉及到競爭 所以它這邊就是涉及到競爭 更可怕 對不對就是講說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兩條執行序的時候 兩道 兩條 兩條 好這個量子我還是想看 兩道 兩條 好不管就是 兩個 兩道 好因為在我們台灣的文化 我們還有保留量子 那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量子已經被弱化了 所以對他們講什麼東西都可以叫個 但是我們就比較困難 我們有兩子 兩款 兩副 對不對 就是華奴隸切講多量子 這個還很困難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一個關鍵的描述 就是如果你有兩個執行序 兩道執行序的話 兩條執行序 然後就是說你有2-3的話 就是有18%的效能折損 但是到了4個執行序的時候 是有93%的執行序的折損 這個代價是很大的 好所以注意到 這也是為什麼多執行序程式很難寫 確保正確是一回事 就是你過去學作業系統的時候 往往只是確保正確 但是我們要的不只是正確 我們還要效率好 你可以看到說 盲目的去用多執行序去存取記憶體 其實你的損耗是很驚人的 所以我希望你了解到這件事 然後在底下就是另外一個 隨機存取的方式 上面是sequential 循序的存取 然後底下就是隨機的存取 隨機的存取其實還是很驚人 你可以看到說在4個執行序的時候 這個 你的耗費的時間是大幅增加 這邊是 當然是我們 對我們來講當然越低越好 所以你可以反而說 在這個例子來講話 反而是單執行序是表現好的 但是很不限量是 往往還是有很多那種多執行序的需求 所以注意到如果你偏要去寫多執行序的存取同個區域的時候 你必須要很小心 所以你必須要搭配對應的lock 或是搭配一些對應的lock的機制 總之就是要有一個方式去限制在同個時間的資料的存取 否則你只是在折損 折損效率 這張圖就更有趣了 這張圖就是把不同的dataset 沒有像 就是不同的dataset 搭配不同的資金序 然後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我們剛才看到這邊是很悲觀的 但是如果你對這張圖 其實如果你適當的 像這張圖來講話 適當的去調整你的set的話 其實它不會那麼悲觀 你看到以四個資金序的例子來講話 以四個資金序來講話 其實如果可以有我幫你做這樣的調整 其實你看dataset我變大 但是我的存取幅度是不同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 注意到這邊的曲線跟上面不一樣 這邊是講speed up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四個資金序的時候 什麼情境是會有幫助的 當然在單一資金序就沒什麼幫助 這我們很清楚在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這個 就是我們要去看它的對於bass佔滿的程度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 注意到這張圖也是一個理想的情況下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其實在意地方就是 我怎麼去調整我們的存取模式 然後去提升它的trooper 當然你會遇到一個有趣的線 反而有變慢了 注意到這東西就跟我們 我們下下週要講的這個skebit有觀點 休息一下 休息到兩腰 兩腰 兩腰 動物 繼續 這張圖我想大家要注意到 這張圖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你要了解這個情境 這個情境在什麼呢 首先呢 多個執行序之間的同步成本其實是被消除了 這張圖其實它是帶有一部分理想的成分在 它還是做實驗得到的 但是它的實驗比較理想 跟你真正寫程式的事還是有差距的 但是你要留意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有機會去提升資料存取的效率 所以你可以來講的話 像這個 這個walking set 的確呢 如果你調成之後呢 其實是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 得到 提升的 在這個四個情緒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會發生一個collapse 然後這個collapse就是跟 就是跟什麼東西有關呢 就是 有市跟cash會有大的衝擊 好 然後 同樣的狀況也會發生在這邊 就是說你要去提升的時候 其實前面有沒有 前面還有一些必要的成分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2 你們看到一個 所以它會有提升 過了一個時間又回到 就在 代價式增長之後又會有降低 然後注意到這張圖呢 在不同的microarchitecture 會畫出不同的 會畫出不同的行為 然後底下有一些說明 然後再來是 還要考慮到另外一個特例 你在寫Fibonacci Drive的時候 應該有影響就是 我們要求大家在實體的機器上安裝Linus 為什麼要在實體上安裝Linus呢 其實也是因為呢 如果我們還要藉由一個虛擬機器去解讀的話 那個太難解讀了 除非你是虛擬機器的高手 除非你真的對KBN 對HyperVR 是VM我也非常熟 或者你很難在虛擬機器上面去 虛擬機器上面去追蹤它的行為 然後反過來說呢 我們在實體機器上呢 為了要降低干擾因素 其實有時候呢 我們會把HT關掉 那HT呢 這個機制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它本質上它是一種SMT SMT是什麼呢 它是硬體建立的Thread 它的圈名叫做Simultaneous Smart Threading SMT 然後但是不要搞錯啊 SMP SMP是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所以就是說 我們講SMP 講的是對稱 多處理器 然後但是SM SMT 講的是Simultaneous Multithreading 抱歉啊 我必須講得那麼 就是加重 雖然聽起來很討厭 但是就是 因為這兩個實在太像 但是完全的 不同的S 講SMP的時候呢 是講對稱 然後呢 講的SMT的時候呢 是講那個什麼 硬體提供的 硬體的執行序 在HT的話呢 就是說呢 在一個處理器盒上呢 有兩個 在一個Persessor Core上面呢 可以有兩個 硬體提供的執行序 所謂的Halve Thread 也就是說呢 它會有兩組Register File 但是本身的Pipeline 是共用的 這樣的話呢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先講好處 好處就是說呢 這樣的話就是 可以讓Pipeline 閒置的時間可以 可以縮減 然後就是當某一個 你就想要有兩個 執行序嘛 有兩個硬體執行序 當有一個硬體執行序呢 因為某些原物 它沒辦法往前推進的時候呢 CPU可以拿來執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Thread 但是呢 注意到 這個 這個 這個議題呢 其實對於我們 程式開發 系統分析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 它就是不是一個 就是它的因素呢 就更複雜 好 那底下呢 就是這個特例 就是講一些這個相關的估算 然後這個東西呢 對於HT呢 對於這個 Cash呢 也會有 會有 會有 會有影響 好 那這部分呢 請你去看 好 注意到這個 它跟你說什麼呢 就是 除非呢 你的 除非你的 系統呢 對於HT呢 有一定的那個 一定的調整 否則它建議是說 把HT關掉 因為HT關掉的話 HT開著的話呢 其實怎樣 它的CashMix有可能會增加 好 所以就要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做效能分析的時候 要求大家裝實體的硬體 這 你也是裝在實體的硬體上 而不是虛擬機器 因為你才能夠調整 你透過BIOS修改 可以去調整 好 請留集到這些議題 哦 對 剛才有個議題是很重要 就是 HT開起來之後呢 其實還會有一些 額外的問題 那其實 其實就是說 就是HT的開關關 其實它的 它有助於你去除 除錯 就是這是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就是說 你的城市如果它本來都沒有考慮到這些 考慮到這些重點多 多 多 HT對於這個 Cash的影響的話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可以讓你抓出問題的 但是如果 你今天是用在production的硬體上呢 應該是要把HT關掉 去降低這種 非確定的因素裡面 尤其是Cash的影響 好 然後 我們等一下會來跟大家介紹MNU 注意到MNU呢 跟這個Cash呢 也會有關聯 然後虛擬化的出現 會讓這件事更複雜 那我們希望這學期呢 有機會來跟大家探討這個虛擬化 那我們在之前已經有開發過 我們自己的一個虛擬化的一個機器 這個我們稱為叫Cavion Host 然後這個Cavion Host是 我們建構在Linus Kernel的基礎之上 我們去開發一個 一個 程式碼大概是1000行的一個虛擬機器 這個虛擬機器可以把Linus宰起來 注意到這可以把Linus宰起來 然後 它也可以掛載 掛載一些硬體裝置 然後我們這學期呢 預計可能會有一個期末專題 就是看同學的狀況 也許會有一個期末專題的 讓大家去擴展 擴展這個虛擬機器 聽起來厲害對不對 就是你專題就做一個虛擬機器 應該也蠻有趣的 然後 後面就是一個探討CashMix的因素 探討CashMix的因素 其實這很多 這篇很棒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實驗 像我們之前有的同學 我們就會去重現 重現它部分的實驗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它講的例子都是很舊的例子 因為這篇論文是07年的論文 所以那時候電腦其實行為已經不一樣了 有一個東西 再 對 又是HT 好 然後 這個HT 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說 每一盒的Level1Cash是獨立的 然後 其實早期的多核處理器 它的Cash不會共享 就是它的Level1Cash 就是Cash不會共享 但是後來的處理器 它就有Level2的Cash 然後再會共享 就是一般來說 LLC 就是最後一層的Cash 就是那個Cash 叫LLC 叫做 叫做什麼呢 LLC叫做 Last Level Cash 注意到就是說 現在會主流來講的話 就是說像伺服器的領域的話 就會有Level1Cash Level2Cash 還有Level3Cash 在某些狀況下 甚至還有Level4 Level4Cash 像Intel新的Micro architecture 其實就 就具備Level4Cash 而且這個Level4Cash 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會做在一般的更電腦上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電腦發展真的很難講 Cash之所以有那麼多層次 為什麼會做那麼大的 其實也是要彌補 彌補什麼呢 彌補CPU 其實CPU10麥很難再提升上去 我們之前講過 CPU10麥要提升的話 其實就是會有更大的功耗 我們現在就是會用其他方式去彌補 這樣的一個缺失 好 這邊的話 就還有講到這個 提到一個東西 FSB FSB 這個就稍微有點認知 就是說什麼 就是 講說它的那個 影響開學因素 這邊講的比較多 這邊比較多是一些physical的東西 就是有些跟 引體架構有關的部分 好 接著我們終於要前進到虛擬記憶體 好 這個地方 來看那個CSAPP的第九章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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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寫的書叫CPU Schedule 但是因為 schedule 跟Linus 很多子系統 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它是牽引法動全身的 所以變成說 我在第一章 必須要回顧 做一些相關概念 所以你可以 搭配我的書 來了解 機體管理的部分 好 接著我們來介紹 這個可愛的mmap 可愛的mmap 來啊 這個mmap 其實它出現的 出現的機會 比你想像都大很多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就寫一個小程式 當上寫一個小程式 寫一個小程式 假設叫程式叫hello 好 寫一個小程式hello 我們 就是要印出資源 好 好 然後就put hello 寫 好 然後呢 這個程式的執行的時候 就是hello 好 接著我們介紹一個工具 叫stress 這個在做什麼事呢 它可以去追蹤系統呼叫 好 用法非常簡單 最簡單的用法就是 直接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你的 執行檔 放在旁邊就好 好 然後呢 我去追蹤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hello程式的執行 你說我一堆看不懂的東西怎麼辦 沒關係 專注看你看得懂 總是有地方看得懂 這邊看得懂 對不對 這邊印出號hello 然後你看 hello這邊有個6 可愛6是什麼鬼 6呢 你看 h-e-l-l-o 再一個什麼 再一個換航符號 不就6個支援嗎 沒錯 這邊就是輸出6個支援 然後這個1是什麼呢 1是標準輸出 所以我就是standard output 好 這個就是解釋為什麼你可以 可以印出hello那個字串 因為我就是去呼叫了對不對 我就呼叫了這個right系列呼叫 但是呢 你在網上選的時候呢 就發現一些東西怪怪的 有沒有看到 NMAP 多愛你不要懷疑 這個NMAP就是那個NMAP 什麼NMAP呢 就是 就是 你在Linus的手冊 就是那個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個 對 不要懷疑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NMAP 你看到他的說明 看他的這個描述 他說 他去把一個檔案 或是一個裝置 把印射到記憶體裡面 然後很有趣的地方是 這個東西 你執行一個程式 竟然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NMAP 而且更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神奇的地方是 它不只NMAP一次 你看上面 NMAP一次 又再一次 還有一次 然後 這邊還有 又來 你一開始都懷疑說 我自己在寫什麼程式 對不對 你看有沒有覺得很可怕 對不對 就是我寫的程式叫HELLO 但是執行的時候 出現一對什麼 出現一對NMAP 甚至還有更神奇的BRK 對 不要懷疑 BRK是什麼鬼 之前我們在測驗題的時候 有看到BRK 那為什麼要在測驗題出現BRK呢 就是讓你自己去讀MAP 我們之後講記憶體管理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的風格 就是我會故意有些東西先講 然後這RSEQ 寄下來 RSEQ 也許有的同學期末專題會做RSEQ關的東西 然後這東西呢 是一個Linus kernel新增的系統補教 就是這個我們之後探討 但是請你先把這個關鍵字寄下來 然後去查詢它相關的MAP 好 總之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到說 即便是一個小不垃圾的一個HELLO的程式 對不對 但是它的執行跟你想像中有非常大的不同 對不對 我去追蹤它的系統無教 結果發現什麼 中間有很多環節我們是看不懂的 或是跟你想像中的有很大的落差的 然後這時候就發現 就是我們就需要來對系統有更多的了解 那再詳細講 為什麼HELLO這個程式會用到MAP之前 我們要注意到MAP的作用 MAP的作用 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MAP 注意到這個東西其實不是一開始UNIS就有了 這其實是1980年代才加進來的 最早加進來的是在BSD 我們知道就是最初UNIS是在貝爾實驗室 AT&T的貝爾實驗室發展 然後AT&T的UNIS被很多大學使用 然後像UC Berkeley 加州大學博克萊分校 對UNIS做了很大的擴充 他們就稱為叫BSD 那BSD對UNIS的擴充其中有部分就加入MAP 那MAP這個系統有一個很酷的地方 就是它是搭配虛擬記憶體使用 注意到它要有效果 必須首先要有什麼 首先需要虛擬記憶體 Virtual memory的支援 所以注意到這邊講的Memory 其實不是一般的Memory 這邊講的是Virtual memory Virtual Address 首先你要注意到這件事 那接著是什麼呢 這項基石存在可以有很多好處 其中一個好處是說 你想假設今天自己有個檔案 這個檔案它非常大 像我們上課舉過的例子 我之前有參與開發一個專案叫新庫英 新庫英它的詞庫其實是蠻大的 它有我忘記有多少個詞 我忘記有收入多少個詞 但是應該是超過13萬個詞 你要知道新庫英這個專案其實發展很早 最初最初的庫英可以追溯到1999年 為什麼它還要新庫英呢?有兩個原因 就是有兩個考量 因為一開始這個專案叫庫英 然後後來開發者就是這個 主要這個東西發展很早 很早一早 就是說這是功率權跟承康本 他們那時候在台大志工跟台大電機讀書的時候 他發展了他們那時候的大學部的專題 然後他們在1999年的時候把這個程式碼釋出 但是後來這兩位就出國進修了 就是去美國讀書了 就是承康本跟功率權 後來承康本在去 從台大電機畢業之後去美國讀書 後來去Google 然後他們就沒有再發展這個專案 但沒關係因為他們用GPO釋出 然後因為我是庫英的愛用者 然後這兩位開發者就不開發了 我就寫信給他們說 你們兩個沒空寫程式我可以幫你寫 他們說好啊好啊 歡迎來寫 然後所以我就來維護這個專案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微軟的註音叫什麼? 叫新註音 我們叫新庫英對不對? 聽起來就是很厲害對不對? 聽起來就是跟新註音可以打對台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為什麼叫新庫英 就是一來是延續 雖然功率權跟承康本就直接開權限給我去修改程式 但是我後來還是覺得加個名字加個新 看起來比較厲害 然後當然這個專案已經有一陣子沒有維護了 這我很抱歉 但是我們今年我們用RUST 重寫一部分新庫英的程式 希望還可以繼續用 好那這個因為我們的磁庫呢 人家知道在二十幾年前 磁庫十幾萬字的磁庫不是一個小數字 因為那時候電腦其實慢的 然後呢所以就導致一個問題 就是載入磁庫很慢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們做一個 類似新註音的輸入法必須要有磁庫 所以看到又是機身單單身機的問題 你看就是我做一個智慧型的註音輸入法 我需要有磁庫 可是載入磁庫呢 又會讓你的註音輸入法啟動太慢 啟動太慢 人家會覺得這個程式壞掉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困擾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用MAP系統步教 圓滿的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做呢 就是因為我的磁庫很大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一個磁庫 不過我們後來有做一些實驗發現 其實磁庫太大也沒有屁用 我們那時候做一個大概四十萬的磁 不過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磁庫其實要看那個品質 如果你的磁庫資料太大的時候 其實只是浪費資源 所以我們後來把這個磁庫降到 就是降到十幾萬字 然後降到十幾萬字還是很大的成本 然後這時候你用MAP之後 就可以做一個很酷的事情 就是說因為我今天只是要存取磁庫的某一個區域 我不需要打開檔案 從第一個拜讀到最後一個拜 不需要 因為如果說從第一個拜讀到最後一個拜 當時的記憶體其實是吃不消的 因為當時的記憶體是很有限的 給你個參考 那時候我1997年那時候安裝Linux的時候 我那時候主機體才多大呢 我那時候主機體才8MB 然後我隔年把它提升到16MB 還是很小的 你要真的就很貴了 16MB 不是Gigabyte是16MB 那是超級貴 所以我已經用光我的所有的獎學金了 你知道以前電腦真的很貴 然後 然後那個磁庫其實是不小的 因為磁庫並不是只是個資料 磁庫我們會翻譯什麼 單字詞、多字詞、還有聯想詞 對不對 就是說 比如說你會輸入1 1可能下一個對1行 對不對 然後1行可能下一個對1行白路上青天 然後它會有一些頻率 比方說我們 那我們 我們這個詞一旦輸入之後 後面的詞就會比較受限 因為可能會出現什麼 我們的 或是我們台灣人 就會接一個名詞 或者說我們不認為 所以它就是能夠接的詞就會有限 那這個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那個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Waterby Waterby Waterby algorithm 注意到這個東西跟那個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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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有點關聯 就是我們今天看的NLP 其實就是那個Waterby Waterby的演算法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 它跟它前面有關的東西是那個 Hidden Marker Model 然後 然後在Waterby就是極大層 然後這個Waterby 也是Waterby 也是Waterby的那個共同創辦人 的發展的一個演算法 這是Waterby的那個很重要專利之一 然後Waterby除了做通訊外 其他在NLP 在這種 甚至還有輸入法的專利 然後 然後 你可以想見的 這種資料不會是小事 所以你知道我講的十幾萬筆資料 你會覺得說 不就是純資料而已 不是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Tree 然後 我們這些Tree會先見 有點像我剛才講的 那個Static B-Tree 所以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做輸入法 所以注意到做輸入法 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輸入法從來就沒有簡單過 但是很不信任 是 你懂得吧 如果說你的大學專理說要做輸入法 老實說做輸入法什麼意義 對 你懂嗎 就是 而且上一次 因為我當過很多次評審 然後我當過一些評審之後 就很難過 上一次可以拿輸入法當題目去比賽 已經是2010年的事情了 我們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了 看不到輸入法當題目 作為競賽題目 也不要說得獎了 就算當題目 自在參加的人也沒有了 但其實輸入法很難 你知道吧 它就是一個它有需要一堆演算法 而且這輸入法又是我們不可過去的東西 但是呢 很少有人把它當一回事 而且你要想就是說 其實它背後是很多東西層面的組合 你要對演算法 要對作為系統 要有一定認知 然後你要對文化 當然要很大的認知 就是要文化的影響 然後還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一些 它背後呢 還有一些 一些 甚至還有一些 一些 教育的層面在裡面 像很多字呢 你會發現很多打不出來 沒辦法把某一些字輸入出來 那你這時候你去跟Google Google說 Google的書法為什麼輸不出來 Google是不會理你的 然後呢 教育部有定一些詞 但尷尬的地方是呢 你發現很多書法 它沒有照教育部的詞去做 但是我們的辛酷因 是會遵照 中華民國的這個教育部的規範 但是呢 遵照教育部的規範呢 就會很困擾 對不對 就有些字輸不來 有些人就很好玩 比方說神夢 神夢的夢 它是琴聲 神夢 然後呢 就會有那個台中槍 就是 他就有人寫信 那個 我輸什麼 他說什麼東西 那種台中槍嘛 然後他說 我為什麼沒有要輸什麼 我說你到底怎麼輸入 他就說 絲而絲 摸阿麻 神罵 很呼道耶 好 你沒懂啊 他其實有很多文化教育層面在裡面 好 所以我就在講書法 只是跟你講一個議題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樣的需求 就是一個很大的資料 然後呢 你需要一個 可以去降低資料存取的成本 NMAP就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然後呢 你大概可以猜出來 是不是有很多資料庫都是用NMAP 對 沒錯 好 再舉個例子 像那個 有一個專案叫什麼呢 有一個專案叫做 呃 對呀 我想一下 很久沒看那個專案的名字 好 現在有個 不是這個專案 我只是 我只是 我只是找一下 突然忘記那個 噢LMDB LMDB LMDB它就是 這個東西很好玩 它是一個 也是很常見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 然後 那它的 Lightning 就是 它這個東西 就是說 它的 資料呢 它其實都是放在 記憶體裡面 然後它在存取的時候 它就是會用到 NMAP LMDB 然後它用的很廣 在 很多加密貨幣的那個 節點裡面用到 好 然後我記得沒錯的話 在 Google 某些內部的專案 也會用到LMDB 好 然後 那這樣這個情境 就很適合 對不對 因為就是你很大的資料 然後就印射上去 然後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把這麼大的區 印射到 遜機體的時候 並不是讓你 每一塊空間都可以 立刻去使用 所以你要搞清楚 印射只是講一個 觀點 並不是代表說 我每一個區塊 都要立即去存取 那你看喔 你想我今天假設 印射一個磁庫 印射一個資料庫 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的時候 我把這麼大的空間 印射到另外一個很大的空間的時候呢 我真的要去存取的時候呢 其實會出發什麼 其實會出發PageFault 注意到 那說 那這樣的成本會不會 會不會其實不小 其實它不算小 但是呢 如果你的存取呢 偏偏就是適合 這邊讀一下 那邊讀一下 那就是很適合長期 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像剛才講的那種 Btree 或者說 某一些資料的 檢索方式 它不需要從頭讀到尾 往往它只需要隨機存取 我隨機存取到一個index 我再由這個index 去推測的時候說 我需要向後 或是向前 檢索哪些資料 那如果呢 你是符合這種情境的話 NMAP是很適合的 所以注意到這一種 然後呢 除了一般的檔案之外呢 其實device file也可以映射成 虛擬機體的空間 那如果說這個有什麼用 這東西可有用啦 比方說呢 在這個 你可能知道 這個s.org s.org 是在linux上的 s.windowsystem的一個實作 主要s.windowsystem是一個架構 然後它背後會有一些protocol 那它其中一個很知名的實作 就叫s.org 然後呢 注意到s.org裡面呢 也會用到nmap 來做什麼事呢 就是用nmap來去開啟特定的裝置 也就是說呢 像 像這個 以intel的GPU來講 intel的GPU就有像畫面 這個不見了 這個怎麼會 為什麼不見 這裝置不見了嗎 可以吧 可以不見了 不管 反正就是說 就是像這個 它可能有說搬籤 就是說 像這個 這邊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GPU的driver 這個GPU的driver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事實上它的driver 主要的去用程式 其實是坐在userspace 你沒有聽錯 就是 它可能會有一部分的driver 但是另外一部分的driver 會坐在userspace 那userspace就用nmap 去打開這個裝置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呢 你就想說 如果今天如果要去寫錄 或者讀取 GPU的資料的時候呢 我其實就是用nmap 建立這個對應 我就直接用指標 西元指標 或是用類似的方法 可以去存取到你的 你想要存取的機體空間 主要這個機制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存取方式 所以有很多device 所以就是這樣子鑽形的 那此外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直接去控制 控制特定的硬體 然後呢 另外一個東西呢 是這個anormous mapping 那這個東西呢 什麼時候特別有用呢 就是要去實作一個 機體配置器 就是你應該有印象 就是我們之前的 那個數量測驗裡面 就有這個nmap 然後就是用nmap 然後去實作什麼 實作這個機體配置器 那其實它的一個技巧就是說呢 我去配置一個 kernol去配置一個anormous mapping的空間 就是kernol裡面配置一個空間 然後呢 一旦我機體配置器 需要配置空間的時候呢 我就把這個kernol配置的空間 對應到user space去 所以就達成什麼 達成我機體配置的需求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要回收的時候呢 我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原本建立對應嘛 我就把這個對應取消 也就是nmap 像剛剛看到這個nmap 所以我要配置空間的時候呢 因為kernol先配置好這段空間 然後呢 之後呢 我user space要求配置空間的時候 我就把它建立這樣對應 然後如果說我不再存取到那個空間的時候 我就取消這個對應 然後總之呢 nmap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系統呼叫 然後它的用法呢 也非常的麻煩 就是你要了解到很多議題 好 首先來看它的header 它header就是這個man 然後它有幾個這個參數 好 好 我們來看它的示意 首先呢 就是你在用nmap之前 必須要先開檔 注意到你需要先開檔 然後開檔之後呢 然後你才會把他做這個集體歸印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211 211 始動 好 繼續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呢 在nmap使用的時候呢 你需要先去開檔 好 然後就是用這個open的系統呼叫 好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呢 這個fd呢 fd這個東西 fd 你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你看到linx kernel的風格 其實不是linx kernel unis風格 你看到我開檔之後呢 會得到那個fd 然後我之後呢 就不用去管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假設fd呢 是某個人傳給你的 你甚至不用去管它的來源是什麼 注意到這件事啊 這是在unis裡面很大的一個突破 就是說呢 你以前呢在存取的時候呢 就是你可能花很多力氣來思考 就是檔名 對吧 就是你在檔案總管啊 或是類似的工具啊 去存取檔案 你總是會去看檔名啊 各檔案的資訊 但是呢 對於像nmap這樣的系統的呼叫來講的話 它從到外只看fd file descriptor 而且呢這個file descriptor 它也不用管 說它到底是什麼來 它只要知道它是合法就好 而且如果是不合法的話 這個呼叫就會失敗 所以很快就知道它失敗 那這個東西呢 比較小看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之後呢 在 我們之後再會來 回顧那個檔案系統說 這兩者會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課綱 我們的課程進度啊 就是我們下週會繼續來探討機體管理 那這個機體管理呢 跟檔案系統 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對 你會覺得檔案系統跟 跟機體管理是兩件事 但對不起 這個東西呢 就是有很直接的關聯 其實檔案系統 跟機體管理 它就是一個 可能就是一個不同的面貌而已 就從不同的觀點去看 這個可能這個 這句話聽起來 就對你來講很不直觀 沒關係我們繼續講 就是說呢 FD的存在 讓我們可以不要一直去思考檔名 不用去思考檔案內容 而是怎麼 而是說呢 我們就是做我們的關鍵操作 以我們這個例子來講話 iMAP在意的地方就是 如何把一個檔案 把一個裝置 對應到虛擬機體裡面 所以它 它關鍵就是建立這樣的對應 那至於裡面到底是什麼 其實它存在也不管 所以注意到 它存在 不用去管它裡面是什麼 你看它的參數 注意看這個參數 參數就會帶出那個FD 剛剛講的FD 然後呢會有Offset 然後就是說 我對應之後 我要對應多大的空間 那真正存取的時候呢 才會有像Pagefold的發生 或者說呢 真正存取的話 可能是在依據某一個 機體區段 那是之後的事情 而MAP只做這樣的一個對應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很重大的突破 因為你以前在思考檔案的時候 你會開檔 對不對 你會讀檔會寫檔 你花的力氣就是 在操作資料本身 但是MAP的關鍵就是說 它建立這樣的一個對應 然後呢 我們剛才有提到了 MD呢 其實你不用管 它到底怎麼來的 它可以透過Open來 也可以透過其他人傳遞過來 反正總之它就建立這樣的一個 對應關係 然後不要小限這件事 因為有這樣的MAP 我們可以拿來實作 記憶體管理器 我們可以拿來實作資料庫 甚至我們可以來實作 像剛剛講 GPU的Define Driver 所以注意到它是一個很很重要的機制 然後再來是 裡面剛才提到 這裡面有個Flag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Flag 這個Flag就很有趣了 依據它的應用 會碰 首先這個對應關係是很關鍵的 就是說呢 這個對應可以趨根成Private的對應 也可以趨根成Share的對應 然後我們先來講這個 然後我們先來講這個 先來講 講這個Share Share Mapping 就是說 用把一個檔案 把它對應到虛擬機體的某個空間 然後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稱為叫做Share呢 就是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其他的行程 只要能夠取得這個 也可以建立這樣的一個對應 所以你看 我今天呢 我一旦 我一旦建立這個對應之後呢 那所以呢 你的執行序 你在這個Process裡面的執行序 甚至其他的行程 也可以呢 存取到這個空間 只要你有辦法得到這個 合法的機體空間就可以 得到一個合法的虛擬機體空間就可以 然後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Share的Mapping 它這個共享的Mapping 好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Private Mapping 那注意到這個Private Mapping呢 這個很關鍵 Private Mapping呢 我們通常就拿來實作這個機體管理 因為在機體管理來講的話呢 我們會限定它的分析 它那個有效的範圍是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呼叫的Process 所以這樣 就是如果呢 我們要實作一個機體管理器呢 我們會設定成一個 Anonymous 就是身為設定的Private 然後再指定一個Anonymous 例如說那個Mimalloc Mimalloc的話呢 就是Microsoft Research的一個專 那裡面呢 它就有用到這個 用到這個Nmap Nmap呢 它就是使用到這個Private 然後Anonymous 你可以在這個Source Code裡面可以看到 Nmap OS.c OS.c裡面就是 就是這個機體配置器很複雜 但是呢 裡面總是有些關鍵的元件 比方說呢它裡面就有這個 就是有會用到這個Nmap系統護膠 好然後Nmap的系統護膠 然後呢就會有一個Anon Anon Anonymous 等一下 Fake再來 欸 可愛的Map 喔 等一下 程式版有點修改 這個Nmap 好 這個 嗯 N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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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程式版 它就是你懂嗎 好 就只要不是那些反正 各位那時才會有些更動 但是 不影響我們理解 好 它把它搬動 搬動到這邊來 嗯 搬動到 搬動到 搬動到這裡 像這邊的話呢可以就是檢索這個Nmap 你可以看到說 呃 呃 呃 這邊呢就會有它對應的Flag 好 那注意啊 這邊 它會有這個對應的Flag 好 那我們就會有興趣這樣的Flag 長什麼樣 比方說有一個Anon 好這個 Anonymous 的Mapping 好 然後再來是 所以你看喔 在那個機體管理器的那個配置 就是這個Private再加上那個Anonymous 好 那這個就是畫面中 剛才畫面中這一個區塊 好 用來實作記憶體配置器 好 因為這個東西就只對什麼 只對這個目前的Process有效 好 然後這就是一個大概的區分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這個Private再加上Anonymous 一般來說就是用在記憶體配置器 好 然後呢這邊Share的話就是 就是你可能會開發一些Device Driver的需求啦 或是你要跟其他的Process跟Thread 共享同一個空間 好 那接著是這個虛擬記憶體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關鍵字叫MNU MNU呢叫機體管理單元 注意到管理 然後不要搞錯 還有另外一個字叫做MPU 一個叫MNU一個叫MPU 然後一般來說呢 在實作的難度來講的話呢 MNU的難度是高的 然後呢反過來說呢 實作難度低的是MPU MPU呢 P是什麼意思 就是Protection 所以MNU呢是做管理 機體管理單元 然後呢 那MPU呢是機體保護單元 注意到MPU呢 其實在一些比較低階的硬體它就存在了 例如說呢 像我手上這一塊 我手上這一塊就是一個相對低階的硬體 它的運算能力不算強 但是重點是它的功耗很低 這個硬體上面呢它有MPU 但是沒有MNU 因為MNU的實作難度很高 但是反過來說 MPU的實作難度就相對是比較低的 所以可以說呢 在一般的MicroController裡面 它可能會有配置MPU 但是呢如果你的硬體要有MNU 就是來 一般來說就是硬體的會有一定的運算能力 因為它會相對就是複雜很多 而且MNU的存在也是為了要支援完整的作業系統 那注意到呢Linus呢可以在有MNU的硬體上可以執行 但是呢Linus沒有MNU也可以執行 那有一個專案叫Linus NoMNU 就是有一些硬體上是沒有MNU的 不然說我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那一塊硬體 它其實也可以執行的嘛 也可以執行Linus 就是說它執行的時候呢就沒有MNU 那沒有MNU的時候呢整件事就變得很複雜 會導致一些很特別的狀況 比方說那請問MAP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MAP最主要是要對應到虛擬機體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虛擬機體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功能就收限 所以你在坑洞裡面可以看到一篇文件 就是NoMNU的MAP 也就是說它其實可以用 只是說它的功能有很大的限制 那我們先不講這個特別狀況 就是先不講沒有MNU的Linus 我們這邊就假設 假設大家用的電腦上只有MNU 其實假設是合理啦 因為你的手機手錶 你的手機手錶電視 反正你身邊很多裝置的都是MNU 但是你不能假設每個裝置都有MNU 你要搞清楚就是有些硬體代就是沒有MNU 最主要就是一些MicroController 一些比較省電的裝置 或者是有些時候是說 你的裝置可能它的運算力也是很強 但是我希望它的行為是Determistic 例如說之前那個UC Linus在Sansung 就是一般來說 我們用MPU跟MNU可以去區分它的運算能力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在某一些硬體上 比方說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 就是Sansung在20幾年前 大概20年前吧 20年前有一個專案 然後它就是在一款硬體上 其實這個硬體上它可以有MNU 但是Sansung在移植令的時候選擇把MNU關掉 這時候把MNU關掉 有幾個考慮因素 其實它可以節省基地開銷 因為你Memature Station是有成本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環境其實針對一些RioTime的情境 其實RioTime不用快 主要有兩個詞 一個叫RioFast 一個叫RioTime RioFast就是我們平常在意的那個議題 就是說我希望做一件事可以做得很快 很快很快 儘量快 這叫RioTime RioFast RioTime在意的地方是另外的 它就是它是希望行為可以復活預期 所以如果你在硬體上它沒有MNU的話 它就沒有Memature Station 沒有Memature Station 就意味著說你存取機體 就跟你在存取一般的硬體一樣 它不用管那個Memature Station 當然就沒有額外的成本 不過這件事會讓它的作業系統的行為 就會有大的受限 所以搞清楚 好 我們這邊講的是針對MNU的情境 那MNU的作用就是做這個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做Translation Translation什麼呢? 從虛擬記憶體 Translate到Physical 從Virtual Address 從Virtual Address Translate成Physical Address 也就從畫面中的VA到PA 然後為了要加速VA到PA的轉換 就有TLB 好 然後 注意到 有了Virtual Memories之後 人生就變彩色的 就是會變得很 有趣 整個行為會很不一樣 好 有了Virtual Memories之後 你可以建構Cash 怎麼說呢? 你看看這個東西 好 你看看畫面中來講 這邊 因為MNU的作用就是把Virtual Address 轉換到Physical Address 從VA轉換到PA 然後很有趣的地方是說 你今天就可以把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呢 對應到這幾個區域 然後你說這個什麼用 這個東西的作用在於說 這個東西的作用在於說 我們這個紫色區域 紫色區域是什麼 已經使用過的區域 然後我們就所謂的Cash區域 所以如果說我們可以去重用這些區域的話 它就會比較快 這個字很好理解 因為這就是使用過的區域 然後我們做這個Translation 可以多對一的 也就是說我可以多個Virtual Memory 對應到同個Physical Memory 也就是說我今天只要確保 這個紫色這個區域是用過的 我存取這一塊是快的 然後我就可以做一個多對一的對應 然後這樣很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我今天可以讓不同的 不同的User Program 不同的User Program 它有對應到不同的Memory Address 但是它可以對應到同一個Physical Memory 這個東西對於這個應體的存取就會有加速的效果 然後而且它在Physical的開銷其實是同一個內容 它不會因為這件事增加額外的Physical Memory的開銷 但是又可以去提升存取的速度 然後這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然後各位也知道就是說 在做Memory Translation 其實它有涉及到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叫Pagetable 有這個Pagetable搭配PT Pagetable Entry 然後可以讓我們去定位出我們所要的區域 而且Pagetable可能會分好幾個Label 就是在CSAPP裡面 就用很淺顯的方式跟大家介紹 介紹說2Label、3Label 或是擴充到KLabel K個Label的Pagetable 然後它也舉到Intel的處理器當例子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Kerno的時候 用CSAPP當教材 因為我知道很多同學 可能同學學缺乏一些背景知識 或是學的 但是從來沒學會過 沒關係 什麼不懂就重新學 然後CSAPP用很淺顯 然後用很廣泛的方式告訴你 這些相關的材料 然後本質上它是可以選擇 所以它會分成Ket跟Mits 好,那今天我們來看Pagetable 這張Pagetable分成三種 三種Pagetable 你可以參考維基百科的描述 維基百科呢 裡面跟你講說有三種Pagetable 然後有Major Pagetable Major Pagetable 還有這個Invalid 先講Invalid Invalid最簡單 Invalid就是其實你寫程式就看過來 就是你會發現說什麼 Second Page Fault 這樣東西就是Invalid 就是你要存取的空間 對不起 就是MU認定是無效的 注意到 像我們今天存取這個地址為0的空間 其實它不全然總是會失敗的 注意到 很多人會說存取到0就會失敗 不是 注意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可以存取到 機體地址為0的空間的 你說什麼時候呢 當我沒有MU的時候 注意到 當我沒有MU的時候 當我系統剛啟動的時候 我的確是可以存取到機體地址為0的空間 因為 有很多CPU架構 它就是從機體地址為0的空間開始執行 所以那個空間一定是可以存取的 只是因為我們後來設定MU 只是因為我們後來設定MU 我們會把機體地址為0的空間 把它設定成Invalid 所以這時候由MU告訴你說 這樣的存取是無效的 所以注意到 所以請你不要把那個前後順序搞錯了 它叫No Pointer 那個No Pointer就是講說 它通常是講存取地址為0的 但不代表它是一個 總是失敗的存取 所以請你搞清楚一次 我們在多數的情況下會遇到 會遇到是segmentation fault 是因為我們有設定的MU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種類型叫做Invalid 然後接著來介紹Major跟Minor PageFault 以前在恐龍書看到的描述 關於PageFault的描述 就是Major PageFault 就是說它其實涉及到 Secondary Storage的介入 也就是說它其實涉及到Swap 然後注意到 Microsoft Windows的用語有點不誠實 就是我覺得它的用語有點討厭 就是在另一個實在講話 我們會有所謂的Swap空間 像我這台電腦上 我目前沒在用 因為我目前這台電腦上的任務很少 但是你知道有個空間叫Swap 為什麼它有Swap呢? 它就是把Secondary Storage的Nail 把它置換到Primary 就是Primary的Memory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反向操作 就是把Primary的Memory 把它置換到Secondary Storage 反正它就是在Primary跟Secondary Storage 的Memory在做搬動 之外這個搬動是一個很高的成本 所以如果說你發生Major PageFault的話 這個代價是非常高的 然後Microsoft Windows 很不老實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把這個就是在Linus 或者在其他Units 是把這個詞叫做Swap 然後它簡寫到SWP 然後在Microsoft Windows 它很不老實的地方 它是把Swap的名字叫做虛擬記憶體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在做Swap才是虛擬記憶體 那不是 其實虛擬記憶體只要是一旦你設定MU 之後就有虛擬記憶體 所以就這樣 虛擬記憶體是無所不在的 一旦MU設定之後無所不在 就會發生說你的指標 你的指標為什麼 No Pointer的檢查 這是怎麼來 就是因為虛擬記憶體的介入 那同理就是說 你今天有Swap 就是Major PageFault 然後這個Major PageFault 還有另外一個類型是恐龍樹沒講的 但其實這個東西其實發生很頻繁 就像剛才提到 就是當我在做MMAP的時候 我把某一個裝置 對應某一個裝置或是某一個檔案 映射到虛擬記憶體的時候 那當我要去存取到特定的PageFault 就會去出發PageFault 但是這個成本是比較低的 這叫做Major PageFault 因為這件事是怎樣 這件事就是它多半的時候會存在 只是目前不存在 理解嗎 就是目前我還沒有存取過 但是等我存取到之後 那一塊空間就很快 所以這個Major PageFault的成本是比較低的 Major PageFault的成本是很高的 因為它需要做那個置換 然後把Secondary跟Primary 資料要搬進搬出 而且你回想到我們在第六章 CSAPP第六章講的 就是Primary就是那個Disk速度 跟那個主機體速度 那又是又是差了 若干數量級的差異 所以注意到 就是說呢 不是每個PageFault成本都很高的 例如Major PageFault只是怎樣 只是你還沒有存取到 你還沒存取到東西 就會拋出一個這樣的Exception 我要去更新相關的資料 所以這個成本是相對比較低的 但是它終究還是Exception 所以注意到這個議題 然後它的原理請搭配看這個部分 描述 也看CSAPP的描述 然後這終於有幫它畫幾個重點 就可以對應到幾個頁碼 跟它的相關的描述 然後 然後就是剛剛提到那個 K-Label的PageTable 那就是 那書中會舉 以 Intel Core i7 其中某一款 某一款硬體來當一個 例子說明 所以我們在這個CSAPP的第九章 其實就要學會幾個議題 你要知道 Mame Translation 大概是Translate 從Virtual Address Translate到Fysical Address 然後你要知道這些必要的數理 像PPN PPO 那些數理 然後它怎麼去 因為TLB是Cache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Cache 它怎麼去Tag 怎麼去秒數 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前進到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什麼議題呢 就是講那個Virtual Memory 然後注意到這東西的東西從來沒有簡單過 這是我們今天的重中之重的重頭戲 好 所以為什麼你要學習CSAPP 第六章跟第九章 你看我們剛才好像沒有特別講到Linus的東西 有也只有帶過 為什麼 不是沒有 我們接下來幾週都來講這個 它很難 它很麻煩 所以你那些相關的基底要打好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這個CSAPP 我們這個重點提示裡面提到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 兩篇簡報 好 哎呀 這個 這份簡報很豐富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看這份 我怎麼看不起來 哎呀 這個 就是也是很豐富的簡報 然後這是相對比較新的 相對比較新的材料 好 然後這是由這個Ray Hay的一個 一個 工程師跟他探討的 好 好 然後注意到我們講這個 記憶體的話 其實你要知道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記憶體 就是有去 我們在講一些 就是有很多新的架構 像我的書本上就有講的NUMA 然後這邊有一個東西叫 HUGE PAGE HUGE 然後HUGE PAGE這個東西很關鍵 就是 如果說你要去進一步的去提升 程式的效能 其實HUGE PAGE會很重要 甚至挖礦程式 SMR 前幾年挖礦程式很紅 比方說你可能有聽過 這個叫什麼 門羅幣 門羅幣的挖礦程式 SMR SMR是門羅幣的代號 然後它的挖礦程式叫SMRig 就是挖礦程式 那為什麼要跟你講挖礦呢 因為你可能知道 我跟挖礦有一點觀點 就是我有在幫人家挖礦 然後幫一些公司在解決挖礦的問題 然後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挖礦程式 它的效率顯然決定了什麼 決定了 就是決定了你可以 決定可以挖礦挖多快 就是經濟驅動 所以這個SMRig裡面 雖然它是挖礦程式 你可能會看不起它 或者你會帶著有色眼光去看這個程式 但是這個程式它其實是很重要的程式 因為它是有經濟驅動的 就是一般的軟體可能是要 你看你今天寫一個程式 像LINE 然後LINE要怎麼賺到錢 往往沒辦法靠這個 沒辦法靠銷售LINE這個軟體賺錢 所以往往是透過廣告 或者說透過這些 可能一些什麼貼圖 或是一些LINE上面的一些 加值軟體去賺錢 對吧 那同理Google搜尋也是一樣 Google搜尋就是說 當初有一些演算法 比方說patch rank這樣演算法 但是一開始 一開始Google的創辦人 想要把這樣的軟體拿來賣 可能也是很難賣走 就是以前有傳聞說 以前Google的創辦人想要對雅虎 用100萬美元來銷售Google 但是養戶不想買 然後後來他們就痛定思痛 重新思考他們的步調 然後才會有今天的Google 但是加密貨幣很不同的地方是 加密貨幣的程式是可以有錢賺的 而且錢不用靠別人施捨 因為你可以自己賺 所以有時候你去看這些加密貨幣的程式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你會學到那種高效能的程式開發 然後剛才講的Huge Patch是什麼鬼 然後這東西超酷的 就是它可以去加速 加速挖礦的輸入 然後你看這個很酷吧 你看這個東西很酷 就是說它可以去提升這20到30的輸入 你看這神奇怎麼辦 而且也因為有這些加密貨幣的挖礦程式 以前Huge Patch 人們知道是有用 但是不知道有數據 但是有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酷吧 就是告訴你 其實這東西是有效益的 而且是一堆人 一堆礦工證明它是有效的 然後這也是我們現在提提架構的一環 所以我希望你理解到 我們現在的東西真的很複雜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強調 今天不學明天會更難的 因為今天真的很難 所以說為什麼在教書會有焦慮 你看看我們現在的東西 已經進不到這個規模 請問我們大學部的Compute Science 教什麼鬼 對不對 懂的意思嗎 不要說什麼多核 單核在搞什麼鬼 你就講不出來 對不對 根本來說現在的東西 一個比一個複雜 而且我今天 我講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跟講什麼未來式的 我根本不跟你聊什麼AI的未來什麼 不跟你講的 不跟你講什麼深層式AI 會對什麼人類有多大影響 我跟你講就是now 而且其實是有點落後的 我現在講的東西其實都是舊的東西 我們連舊的東西都沒有要講的好 那請問我們怎麼立足未來 所以其實我作為大學教師 我很緊張 因為真的是落差不是一點 是差很多了 但是過程中也各位不要覺得挫折 我都覺得挫折 更比說你 所以趕快及早安排一對一討論 我知道你會遇到很多挫折跟我談 我們總是可以設定一些目標 總是可以突破 好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今天講的記憶體 就是分為很多不同層面的 然後有很多新東西在裡面 但是還是有很多相關的一些背景知識 像剛才講的就是watcher page page table 然後physical 好然後注意到 page table的存在 就是為了去加速中間的轉換 因為這個轉換其實是 我們要定位的空間是很大的 所以尤其在64萬元的架構 為什麼它會有很多不同的page table 為什麼會分好幾個level 因為我們64萬元的 記憶體的架構定位的空間 可以定的非常大 好 那這邊有個命令 可以在你的電腦上執行看看 就是什麼 就是去找這個page table的資訊 好 你可以看到說 像我這台電腦上的page table 其實不小 這個page table 其實佔了什麼 佔了5MB的空間 這個空間其實就是來讓你可以去存取更大的空間 然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我們電腦雖然是64萬元架構 但是其實我們定值空間其實不會一次定到那麼大空間 我們其實只會定一部分的空間 例如在這邊來講話 你看到在這邊來講話 我們會用510個指標 每個table會有510個指標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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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來講話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 什麼 就是 2的9次方 然後它有分 分什麼 就是分這個 4 level 然後 所以就是4次方 然後再乘以page是4096個byte 然後 這個就是它真正可以定值空間是這麼大 281TB 這是 這是 這是這個空間 所以 這也知道為什麼我們 我們不會一次 就 就 算了我64萬元架構 我不會一次去定值這麼大的空間 因為 光是用其中的48萬元 其實就可以定到 281TB的空間 這個很大對不對 然後 但某些處理器架構 比方說 UN UN64的話 甚至會把它縮小 把它縮小成是39個位元去定值 因為 你可以去算看 就39位元會定到多大空間 在這邊再跟你講結論 就是39位元的話 可以讓你定到512G 這個也是一個超級大的空間 然後 這個是page table 然後 忽略一些細節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 在 你看軟體觀點來講 軟體觀點就是 我們村取的東西是什麼 是 我們看的這個單位是 這個task 但是Dinus來講task 就是可以講process 可以講 然後在task裡面 我們就會有 對應的這個VNA 然後我可以用那個nmap 對吧 我可以把這個建立這個 裝置跟 虛擬機器的對應 而且你也可以拿來去 用nmap來使作 nmap 這是軟體觀點 那硬體觀點來講 就是一系列這個page table 一系列這個virtual address Visible address 然後 這邊來講話 就可以看到說 它實際的對應 我們會有這個 就是我們村取的時候 是一整個page為單位 所以這也是可以解釋 為什麼Fibonacci driver 裡面做實驗 你會發現為什麼那個 為什麼那個 那個時間變化那麼大 其實就是那個時間 每一個梯度在變化呢 其實就可能發生page fault 然後呢 就是它會有cash的影響 也會有page fault的影響 因為你那個 顯量virtual address 那個driver 那個空間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就會設定到下一個空間 因為page是4k 就它這個東西是可以調的 我們就會舉一般例子 在不同的架構 像那個on的架構 或是s8664的架構 其實這個page table 是可以給來的 只是說4k是很常見的大小 在例如說在那個 Apple M1 Apple M1它的page size page table page size就是設定成16k 就跟那個平常看到的一個s86 就會不同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就要有一個結構去描述 所以有一個結構 就叫sock page 去建立這樣一個對應 接著是機體管理的單元 不是的演算法 注意一下這個東西很難 難的地方是什麼呢 難的地方是什麼 難的地方是從這邊對應 注意一下 從這邊對應看起來很簡單 對不對 就是說有幾個virtual 對應到幾個physical 然後virtual可能有好多個對應到一個 那你們想過反過來 如果說我要從這邊一個physical 對應到 因為可以多對一嘛 對不對 我可以多個virtual 對應到同一個physical 那我要多對一 要找回到特定的virtual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就是順向聽起來很簡單 它是一個函數關係 但是反向就不容易了 好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記憶體操作太頻繁了 好 那這邊我們來解釋一個東西 叫做swapness 這個swapness很重要 這個swapness是什麼呢 就是講到我們會做major patch fault 對吧 我們做major patch fault 會做primary跟secondary這些資料的置換 好 然後呢這邊呢會有個東西呢 就是叫swapness 就是說呢我們我們會有設定一個值 就是要是它會到個 它會它其實說明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會決定呢 什麼條件才開始做swapping 好 然後呢這個東西呢 跟虛擬集體的那個管理呢 有很大管理 因為這件事呢不能太 不能太容易發生swap 對吧 因為要搬進搬出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呢又不能不做 因為不做的話呢 萬一你的主機體用完的話怎麼辦 對吧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開銷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 要特別去處理的問題 然後呢再次呢在這個現代的這個 新機體管理呢還有很多額外的事要做 我們講那麼多是all commit 我們終於要來介紹了 然後大家注意到呢在歷史史來講呢 它的機體管理呢 all commit是預設是開起來的 就像高中的時候對不對 高中你老師叫你寫什麼作業你就寫 考試叫你考什麼就考對不對 你不會去鬧說啊我讀不完啊什麼的 不會對不對 你就是讀 對吧 你高中是厲害的對不對 你高中就是把all commit發揮到極致 那反而到大學的時候反而就是 這個你的超能力就降低了 然後呢我們做機體管理來講的話呢 不是只有做配置 還要做一個操作呢叫reclaim 注意到這個reclaim這個意思啊 reclaim跟recycle呢是不一樣的意思啊 注意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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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解釋啊 reclaim跟recycle 就是很多人 因為你知道漢語有時候這方面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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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尷尬啊有時候漢語分不出差別 我們來今天講那個recycle recycle比較好理解 就說呢我要去做資源回收對不對 就是你看那個像很多地方會做那個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嘛對不對 台北啊新北市啊都有那種所謂的垃圾不落地 那這個recycle呢就是什麼 就像那個原本的木頭對不對 那木頭呢 木頭呢可能怎樣 就是因為加工嘛 加工會有很多木屑 那木屑呢其實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我可以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我可以運用這個這個木頭來幹嘛 來來來來重新就是重新切割嘛 重新切割之後 就大塊可以重新切割 小塊的可以做一些加工處理可以變成什麼紙張啊 或者這類的對不對 就是這就叫recycle 就是什麼這叫做 這叫recycle 對不對 就是說我不管 就是就是他 所以他recycle的時候他可能會怎樣 他有可能會變得completely new 所以他可能會變個全新形態 所以知道這個就是recycle 因為他可能會變得完全不同樣嘛 比方說像那個那個塑膠灌 這個我們那個我們寶特兵不是有回收嗎對不對 回收之後呢你下次看 下次看一些那個 一些運動運動材料 像我上週我帶我我女兒去那個 迪卡農 我帶我帶我女兒去迪卡農 然後我去買一些運動用品 然後就 就是我們從小要來做一些什麼 就是這種習慣 所以我們去看一些運動用品 然後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運動用品 他上面就標榜 標榜說他50%是用再生的 再生材料 那再生材料其實有的就是什麼 就是那些保利龍 保特品 不知道保利龍 保特品 保特品那個 他去 就是去製造的 那所以 他的原本是保特品 對不對 但是回收之後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另外一個樣貌 所以他就是 這個就是要recycle 所以recycle 他 他有可能變成完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就這樣 然後但是recycle是什麼呢 recycle是說呢 我其實呢 主要recycle就不能把它變回收了 他不能叫翻一頭回收 他是 他 你說要怎麼翻 很難翻的 你可以翻收回 你說收回跟回收回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漢語很尷尬的 所以我們還是講英文 好所以注意到 像畫面這樣呢 就是說他可能會 完全不同的形式 所以我們把這件事叫recycle 所以他可能是木頭 有可能是保特品 有可能是玻璃 那 當初是什麼樣 之後呢 可能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樣貌 所以這個東西叫recycle 然後呢 但是recycle是什麼呢 recycle是說 他原本的形貌是存在的 所以說 像這個recame wood 就是說呢 他這個 這個木頭呢 其實怎樣 這個木頭呢 他可能是一個什麼 那個工廠啊 或是哪裡啊 剩下的東西啊 他就是加工 或是說 你本來上個房客已經有了 那我就是 改造家庭大計畫 所以他並不是要把這個木頭 把它磨掉 不是像這個畫面 把它磨掉 不會把漆人入銅 他就是加工 所以該有什麼樣子 就有什麼樣 所以注意到recame 跟recycle的一個差異在這裡 就是recame 還有原本的樣貌 注意到這件事 但是recycle 可能他就完全 就是不同的形狀 然後呢 我們在講記憶體的時候呢 會講什麼 我們在講記憶體管理的時候 會講這個詞 叫recame 我們通常記憶體不會講recycle 因為recycle 會讓人家覺得說 有可能完全不同的東西 當然有些情境會講 memory recycle 當然有些情境會這樣 就是他真的會打掉重鍊 但是呢 更多的時候我們是講recame 所以就這樣 跟我一起講 叫recame 既然講recame之後呢 我們要講到一個 他的名詞比較神奇一點 然後你看到他動詞叫recame 這個各位先念recame 然後 忘記右邊的 他其實不是回收的 他不是那個意思 他不是只有那個意思 然後他的這個名詞 注意到 名詞比較麻煩一點 他的名詞是reclaimation 就是reclaim他有什麼 有A R-E-C-L-A-I-M 然後他對應的名詞叫reclaimation 所以你看到這個詞 你看 變什麼 開墾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字 我們不是用這個字 我們是改造 對廢物的回收利用的改造 他不是把磨掉 砍掉 就是不是把那個磨碎 其實網友他是做一個調整 比方說像剛才那個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像剛才那個例子就很棒 就是說他是什麼 他就是我們就叫reclaim 所以注意到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記憶體 尤其講page 不能講recycle的 要講reclaim 因為原本就擺在那邊 所以原本就擺在那邊 我們只是去重排他的位置 或者是說 去給他賦予一個不同的標示 所以記憶體 記憶體的術語叫做memoryrecrimination 所以注意到 所以用詞 小心 不能用recycle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你Linus學不好 有時候問題是出在哪裡 問題是出在 你對細節不夠重視 如果你對細節有一定的重視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你會很清楚的看懂 因為畢竟Linus kernel的開發者 也是假設你對英語有一定的掌握度 注意到這個東西跟你的英語簡定 又是另外一件事 很多人的能力就是被考題 但是其實不見得對這種細節有那麼敏感 學Linus kernel說 一定要對這些細節有敏感 否則你會很多笑話的 如果講什麼page recycle 就完全不同意思了 這邊Linus kernel就意味著說 我就是要去對原本的材料去加工 做一些不同的調整 然後古老的時候 這個東西比較單純 就是說如果要一個空間 用完之後要收回 那我可能就是重新排列 那其實在過去的kno 這台講話它只適合在小空間 後來Linus kernel就用在更大的空間的時候 整件事就變得很困難 因為我就是會有建立這樣一個對應 那我就要去存取到這個page table 而且我要知道說 要知道說一個page 它是不是正在被使用 或者說它可以收回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困擾是很大的 因為我可以多個virtual 對應到同一個physical 但是我一旦要收回特定的空間的時候 我就要追蹤到現在還有幾個 有作用的virtual在存在 或者是哪些process 正在存取到特定的page 我必須要有一個很有效率方法去知道 但是這件事你光看箭頭就知道 這件事要存取其實不容易 而且最難的地方就是如何去scan 在過往實在就是一個接這個就scan 反正以前page不多 以前記憶體不大 像以前我用Linus的時候 我裝過最小的Linus 就裝了在4MB 上個世紀是4MB的空間 然後裝Linus 所以在那個年代其實不用很有效率 因為page也不多 你知道就知道 你看我算給你看 你看 4MB 你看4MB 4乘以 4MB 4MB 1024 然後這邊K 1024K 然後一個page才4K 我們把K先拿掉 你看這個東西其實才1000個page 所以這個1000個page 而且你也知道1000個page不會全部用完 所以其實不會全部用 只會用其中一部分 所以根本就是在過去不需要做這種改進 所以最重要其實我想從Linus的學習你也知道 他不用一開始就是用很複雜的策略 因為反過來說我們在尤其在台灣 我們就花很多時間去想 一開始就想最佳解 很多人刷Linus 也沒有急著自己去思考 就一開始就要講最佳解 就覺得我自己好棒 但是其實更多的時候 更多的時候人家人們在意是你的evolution 就像你一開始不懂Big O 後來拍影片說 哎呦我不是不懂Big O啦 我是做管理 我也本來懂的 然後我說我一個月十萬 台灣人的高潮 他就說 技術官知道棒 這個就是evolution 那反過來說Linus Kernel給我們給了很大一個認知 就是說 其實他就是從一個簡單的東西 相對簡單的東西去見過去 那只是說各位要跟時間賽跑 因為早期的Linus真的很簡單 就是在我高中生的時候 我自己可以學 就是自己看書 自己看程式碼 然後線上跟人家討論一下 是可以學到點東西的 然後就是可以知道大概在做什麼 那是過去 不是因為我聰明 因為以前的東西真的簡單 我學Linus Kernel的時候才幾十萬行 但現在對不起 現在是三千萬行 這種規模 而且現在改版的速度比以前快太多了 不是快而已 是快太多了 所以這個 我不會說我過去自己學就學得貴 然後我就覺得說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我不覺得在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而是我就是真的是運氣好 然後在那個適當時就學習了 那各位就要去思考 就是說你現在在學Linus Kernel 就要很有目標導向的 我就是要搞懂我特立的紙系統 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書 為什麼要設計一些題目 就讓你說我就在紙系統一定要有一些認知 一定要知道說不是只是說看這些示意圖 然後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要能夠追進去 甚至要能夠改得懂特立的程式碼 這才是理解的開始 那回來 那所以顯然當Linus能夠支援了 記憶體的空間越來越 記憶體空間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Scan 就是這種PageTableScan的演算法就變關鍵 然後它就直接影響到整個Kernel的運作 然後所以後來就Innode LRU Last Recentry Use 那就是用LRU來協助管理 然後這個都還是比較早期的時候 就是這個上個世紀 然後到這個世紀的時候 注意看這個世紀還是LRU 但是這個LRU不一樣了 注意看這個世紀LRU跟上個世紀LRU 哪裡不同呢 因為這個世紀的LRU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多核 注意到多核 然後還有考慮到什麼呢 考慮到Lobancy 注意到我們講Lobancy 跟LRU有很大的觀點 就是LRU它其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什麼 就像一個 我們之前在講那個Hashtable那種東西 我就講一個空間 我就配這麼大空間 然後但是關鍵是我要去置換 我們在CashReplacement有LRU LFU或者其他的變形 但是不管怎樣它就做這個Replacement 但是現在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從本世紀開始Linus Kernel 還是用LRU 但是它就額外去考慮到像一些Balancing 就是這個Balancing的關鍵在於說 我要怎麼去置換 然後那個置換要考慮 因為它必須要很有效率 而且這個置換要考慮到在不同核的狀況 然後它又是要很多不同子系統 所以 從這邊開始 其實前面的東西都很好懂 所以我們前面跳很快 這邊開始就要認真來思考 然後我們在第12週還會繼續講這個部分 就是 這個是在Linus Kernel裡面 難 難上加難的東西 但是也因為難才值得我們探討 然後這邊來講話注意一下 來把它記下來 這邊有個Redis Tree 有沒有印象 我們之前在講紅灰樹的時候 來來來 怕你忘記了 我們在講紅灰樹 紅灰樹 我們哪一週在講紅灰樹呢 紅灰樹 好久沒講了對不對 紅灰樹 紅 黑樹 黑樹 這個 Linus Kernel的紅灰樹在第幾週 第四週 你看我們第四週就跟人家講紅灰樹 但注意到我們有個伏筆 這個伏筆就是終於 伏到現在終於要講 第四週的伏筆 埋到現在 埋到第11週終於要講 好 這個伏筆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Kernel有那麼多Tree 因為要因地制宜 注意到 因地制宜 這個東西很關鍵 我們在講Linus Kernel紅灰樹的時候 注意看 你把它撿到最下面 我們就有幾個列表 就是我們有介紹什麼呢 有介紹 不同的Tree 有介紹 MapleTree 也有介紹RedisTree 注意到 紅灰樹是一個通用的東西 在Kernel裡面用的很廣 在CFS裡面有用到 然後檔案系統也用得到 像Epo Epo的實作裡面也有紅灰樹 但是在記憶體管理來講 曾經 在過去曾經用紅灰樹 那後來就改用 有RedisTree跟MapleTree 然後這兩者的存在 就是為了特定的用途 然後你看到這兩者 它記憶體開銷是大很多的 紅灰樹它在24個Byte 但是RedisTree跟MapleTree 差很多 有沒有 差很多 為什麼它差很多呢 為什麼它差很多人們還是要用呢 就是因為場景不同 最重要先記住 這個場景 在本世紀的Linus Kernel 它依舊是用LRU 但是它有用到額外的 用在RedisTree 然後所以顯然 那個RedisTree 有額外一些特徵 是值得我們去理解 這是我們稍會談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什麼 休息到兩兩 兩兩三五 好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LRU 這個不用太擔心 就是我們接下來其實還要講 但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應該要在坑筒裡面理解的 因為很多東西是很直觀的 對吧 就像舊的坑筒是這樣很直觀 這沒什麼好講的 對吧 然後呢 但是新的坑筒到底做了什麼事 這個是你要從這些開發者身上學的 他們引入什麼機制去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你要講清楚的 Kernel程式法要一直改 但是一旦有某個實驗有些突破 針對多核 針對更大範圍的機體 有些突破的時候 這些手段 不見得用在Linus Kernel而已 對吧 在其他領域可能用得到 這就是應該在Kernel裡面要學會 然後我希望呢 你在這邊會有真的獲得一些啟發的 好 然後呢 歡迎來聊21世紀 這東西變得很麻煩 但是我還是要講 好 就是說 LRU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repracement 但是呢 我們今天區分這個Active跟Inactive的好處 就在於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更好的去追蹤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講的Active來講的話 就是這邊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紫色 紅色 紫 紫 好了不管 反正就是 先姑且大家紫色好了 那你看到這個紫色區域 這個紫色區域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被認定是 頻繁使用的 用的很多的區域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去追蹤的 那反過來說呢 一旦呢 被歸類成這個Inactive LRU的話 就是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做reclaim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區域我們就可以區分說呢 哪些東西是 這次用的 未來還是接著去用的 那反過來說 在這個灰色區域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做reclaim 就是在這個區域去做reclaim 然後呢 注意到這樣的一個區分其實很關鍵 因為像你 我們之前講Hardard Pointer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區分說 哪個部分是Hardard Pointer 哪些地方是放在retirelist 其實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名頁區分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在2.4 kernel時候就有了 但對不起啊 現在東西負責很多了 現在的東西比整件事又 又有一些不同了 然後一樣呢 我們來做一些觀察 你看喔 在這邊我們電腦上呢 就可以看到一些列表 就看到這個active跟inactive 然後你看喔 像我這台電腦上呢 沒什麼負擔對不對 我沒什麼負載 所以你看我的inactive其實蠻大的 反過來說你看這台電腦就少 然後在我這台電腦應該就是有在做事 所以它inactive是比較少 然後反過來說它active很多 那我這台電腦上其實沒什麼事幹嘛 所以就是目前你看我沒什麼特別的任務 你說這台電腦的用途是什麼 這台電腦的用途就是讓我寫論文的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機器嘛 你說為了寫論文裝一台電腦 對啊怎麼樣 咬我啊 沒有就感謝廠商的捐贈 這個廠商捐贈我們一台電腦 所以讓我們可以有那個on的server可以運作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這個 我們有些實驗就需要這樣環境 好 然後呢 你看喔 這就這樣的一個相關的資訊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在看這個 好 那既然呢 關鍵整個關鍵就是在怎麼去scan 怎麼有效去scan 這是我們裡面很困難的問題 好 那你看喔 注意看這個紅色區域啊 這個男就男在這邊啊 這邊一個virtual的page 這邊另外一個virtual的page 在實際上呢 它是對應到同一個 所以呢 今天男就男在說呢 我要怎麼去知道說 這個page可不可以reclaim 那顯然呢 只要這兩者都有在用 就不能reclaim 我必須要等到 等到什麼 等到這樣的對應都不存在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對於其他的線來講的話呢 其實它就是只有一個的對應 所以你看喔 如果我們今天要reclaim的時候 其實是 不是reclaim上面的東西 是reclaim下面的 因為上面是virtual嘛 我們真的有有興趣的地方是這些部分 我們在page table的走訪的時候呢 必須要有一個有效極致 讓我們可以去replan這些 底下這個部分 但是底下部分呢 難就難在說 你不知道它的那個reference 所以你看看 Drop all reference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在這裡 然後linus kernel為了這件事呢 就做了很多次的變化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從上個世紀末到現在 這個東西都是一個劇烈變動的 不是變動很大的 也是劇烈變動 比方說呢 Google Google呢 也搞了 為了這件事搞了一個叫 M.R. L.R.U. 就是那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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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東西啊 M.G. 打錯字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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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 M.G. 就有時候那個Google Google收訊笨笨的 有時候有連字號 有時候沒連字號 反正好 這個 就是 M.R.T. GENERATION L.R.U. 然後呢 你要看怎樣 像這個 看這個新聞 這個你看 6.1的 kernel 6.1 kernel什麼概念呢 6.1 kernel是2020年 然後呢 你看像這個 就是那個 M.G.R.U. 你要知道就是說呢 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甚至連Microsoft 在內 他們為了要改善Linx的效能 其實都花了很大力氣去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這些問題呢 它就是這個 就是叫Page Reclaim Policy 這些就是這幾年Linx kernel的一個大大問題 不是大問題 是大大大大問題 然後 如果你可以把這東西搞懂的話呢 這就是一個很 很關鍵的突破 我們今年也許會安排同學來研究這相關的這個議題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不容易 這個東西其實很需要很深入的分析 但是它又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因為它讓我們的這個機體管理更有效率 意味著說呢 我們的手機如果可以用剛才這些改進的話呢 就是不管是那個Google的Multi-Generational LRU 或是說呢 在Linx kernel已經有了一些進展 那就導致說呢 你可以在同樣的手機裝飾上呢 可以有辦法執行更複雜的程式 然後在Server上呢 更不用講 Server上表示它的資源使用率可以更高 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為什麼 Google這種公司會去投入 因為它是資本驅動 它不只是要變得更有效而已 所以就是很多同學覺得說呢 這個寫程式是變更有效 不是 其實那些這些 這些utilization 或者說這些 跟情境有關的議題 是我們在意的 不是只是說 噢 這是變快的 不是 這個要想的議題是很多層面的 好 然後呢 這邊有幾個關鍵字來看 就是MM MM是什麼 MM就是機體管理 Memory Management 然後呢有一個東西叫 MM-Struck 就是那個 我們之前 講那個排程的時候 講那個 TestStruck 然後在機體管理來講 會有一個東西 M-Struck 那你可以叫M-M 反正就是說這個東西呢 就是 就是 所有的process 都會有 跟M-M有關 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東西叫VNA 叫Virtual Memory Area 然後呢 你看這東西很酷啊 就是說它就是 怎麼運用呢 用M-Map跟UnMap 剛用M-Map跟 用UnMap的時候 就會去操縱這個VNA 然後呢 再回聊剛才 還記得剛才前面的例子吧 還記得那個 翠神的例子吧 對不對 還記得這個程式吧 就是我們去執行這個什麼 執行HELLO這個程式 HELLO是為什麼跟 UnMap有關呢 M-Map有關呢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要去執行程式啊 所以我需要配置一個什麼 新的process 所以理解嗎 因為每一個process 都跟M-M有關 然後呢 M-M的存取又跟VNA有關 VNA的存取又跟M-Map有關 所以 所以理解嗎 這樣一路一路 環環相扣的 好 然後這邊忽略一些 忽略一些演算法 因為這個 涉及到一些演算法 就是一些 reverse mapping的演算法 我們先忽略 這個我們 下週或下一週會繼續探討 那最後這個東西是 算Linx課統裡面 算難上加難的東西 然後 像那個Redis tree 還有Maple tree 其實就要解決這系列問題 Redis tree跟Maple tree 好 這邊有個關鍵字的跡下 叫KSM 就是這個我們這回會講 但是就是說希望你了解到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些挑戰 就在這些議題 好 那我先記一下 現在的那個頁 最後另外我先記到這裡 這個是有很多學問的 先記到這裡 然後 另外一份材料就是說 虛擬化要讓整件事變得更複雜 簡單說虛擬化讓什麼事情變複雜 好 記憶管理變複雜 然後重量管理變複雜 然後重量管理變複雜 Kernel Preemption變複雜 綠熱碳變複雜 反正什麼鬼都變複雜 好 好 然後注意到這東西 這東西你看到目前為止 就真的不能小看它 這東西就 好 這材料有一部分都是重複的 然後我要特別跟你講的是虛擬化 好 然後在Linx課統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建設叫KVM KVM的話就是 它是一個由Linx課統所提供的一個Hypervisor 然後KVM 或是這些Hypervisor出來之後 整個記憶管理會變得很麻煩 但是你又不得不要去學習 好 那麻煩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會去分 就是我們在Linx上執行KVM之後 我可以執行另外一個Linx 我可以執行另外一個Windows 當然我可以執行EWLinx 好 然後它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把在Linx上 透過KVM所執行的新的Linx 或是另外一個Windows 我們把這樣的東西叫Gast Gast always 然後注意到Gast always執行的時候 其實它需要什麼 它需要KVM的協助 它其實需要什麼 需要去轉包 所以其實它往往會有什麼 會有這個 會有這個 就是我不能直接存取到硬體 不會透過Hypervisor 那KVM是什麼 KVM就是執行在Kernel裡面的Hypervisor 然後這邊你會看到說 像這邊會有這個 會切換模式 或是說不同的Handle 就是因為我們不能直接去處理 好 那接著要跟妳講 一直講困難的地方 困難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Huge Page 想到Huge Page 就要偷笑 挖礦就可以挖快一點 然後這邊為什麼要特別跟妳講 因為神奇的事情要發生 在KVM的狀況 我們要考慮到一個 額外的狀況是什麼 我先把那個難的告訴妳 因為我想把細節之後來講 我現在先有一個概況 就是虛擬化引路之後 對基底管理的難度在哪裡 其中一個難度就之類 把它記下來 Memory is Tonalization 就是說 以前你操作記憶體的時候 你只在於說 這個記憶體怎麼去管理 哪些是用過的 哪些沒用過的 哪些是可以reclaim的區域 你過去思考已經在這裡 但是虛擬化出來之後 整件事會變得很困難 因為Virtual Machine可以幹嘛 Virtual Machine可以migrate Migration 對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是什麼 怕妳不知道 我給妳解釋它的作用 先講用途 用途不好 不難懂 你會覺得用途很合理吧 這個用途就在於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需求是我想要搬動 就是從某一個實體的機器搬動 另外一個實體的機器 你有用過AWS的EC2 或是Google的GCP 反正就用雲端服務的時候 你應該就有一種需求 就是要把某一個 在某一個實體的 伺服器上的Virtual Machine 搬到另外一台 Machine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有幾個原因 比如說 這個是比較貴的機器 但是網路額值比較低 然後這個是比較便宜 網路額值比較大 所以平常的時候我會想 我希望網路額值比較低 但是這是我系統上限的時候 過一段時間流量比較小的時候 我就希望把機器搬到 把到比較便宜的地方 我降低成本 或者說像什麼 像那個訂票網站 訂票網站很有趣 訂票網站就屬於 一天捕魚十天賽網的服務 怎麼講 你看那個歌星 歌星會不會一天到晚叫你去訂票 不會 對不對 就是你看那個 最近有誰開演唱會 忘記了 不知道什麼你會有興趣 鞋子蛋是不是要解散 不管 五月天 之前不是有在高雄的演唱會 然後還有那個 韓國那個叫什麼 韓國那個叫 記不起來 就反正那幾個女生 韓國女團 是Lisa嗎 忘了 算了 不要跟你假裝 假裝那個攀關西好了 算了 這是 抱歉我沒在看 有啦 我有在看Lisa 但是說真的我就看不出 好像很多女生很迷Lisa 這是 但是我 不曉得那個 我以前都以為看女團的是男士在看的 男團是女士在看的 後來發覺 跟我想像不一樣 我管那個見識太窄 那後來 所以像那個 演唱會這種東西就很經典 你看 像那個Lisa也好啦 或是韓國那個什麼女團 什麼鬼 他們拍演唱會 不是要搶票 但最後那個搶票 那個伺服器不會每天開著 所以那個伺服器就是怎樣 它不需要每天開著 所以它不需要用的時候就可以把它關掉 或者把它搬到一個比較便宜的地方 這延遲比較大 但是比較便宜很多的地方 然後這個就叫migration 對不對 這東西聽起來合理吧 就成本控管嘛 然後或者說 就是 或者說 例如說 某一個訂票 或是某個服務 他忙的時候我怎麼樣 多開幾個server 然後或是從別的地方把它migration過來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 就是叫做migration 然後如果你的Virtual Machine 可以做到說不用關機 可以做migration 這是最厲害的 叫做Live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注意到現在要做 基本上要做到這種等級的 好 現在難的 既然我們要的東西就是Live Migration 那下一個難度就在於說 我們怎麼去達到這件事 這件事很難 難在哪裡呢 因為你的migration的時候 你存取到機體 有可能這樣 不是在本地端的 也知道嗎 因為你存取的時候 你看 再回來看 你了解這需求 對不對 這個需求很合理的 就不用什麼IT知識就可以了解 但是呢 因為它是不同的physical的機器 對不對 實體上就不同機器了 可是我migration 照樣可以運作的嗎 照樣可以運作 那請問我如何達到 這東西啊 難啊 所以呢 這件事呢 就是涉及到一個很關鍵問題 就是說呢 當我在處理page fault的時候呢 我必須把這些東西搬出來 所以就這樣啊 這邊有個東西叫user fault 就是呢 我發生page fault的時候呢 有可能不是在同一台機器上發生的 我也有 由user space介入 去判定說呢 這個 我要把它搬到 那種其他機器去做 以前就說page fault呢 其實是什麼 是硬體的機制 然後呢 作業系統會協助參與 像那個 major page fault 就是什麼 硬體的 硬體的fault 硬體的section 搭配那個作業系統的那個 secondary的那個資料的搬動 那但是呢 在live migration的需求呢 它就有這種需求 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機器存取呢 它就不見得限定在本地端 它可能會需要透過socket 或是透過其他機制去存掉 遠的存取 所以這件事就不是只是一個 exception的單純 所以它的那個fault handling呢 就必須呢 是有user space 或是有額外的一個 這個watch machine的monitor watch machine hypervisor去管理的 注意看 注意看這個東西 你看喔 當我要去做live migration的時候 注意到 當我要去做live migration的時候呢 這個相關什麼 相關的fault 你看這個東西 酷吧 就是說這個 就是 因為我要從某個機器搬到另外一台機器 然後呢 但是記憶體呢 就是不同的機器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我當我搬動的時候呢 就要去觸發一個東西 叫做user fault 然後呢 讓userspace可以來去什麼 讓userspace可以來做fault handling 所以呢 這是以前我們可能會認知說 我們會有exception 我們會有page fault 以言說 那就是做一些事情 但不一樣 在virtual machine 尤其要做live migration的時候呢 這就是要有一個userspace去介入 然後為了這件事呢 我們上面還發展一個東西叫什麼 userfault fd 把這字抄下來 這我們 我們之後回顧那個560的時候呢 還會來講這個東西 所以我希望你了解到我們今天講那個虛擬機體呢 好 我們就會越來越複雜 今天不選明天會更難 其實就是在強調這些議題 好 這個部分我先講到這邊 我記一下 live migration live migration 然後其他地方呢 我們會下座繼續講 好 終於可以再往前進 有感覺我的焦慮啊 對不對 我們東西這麼難耶 對不對 好 結果各位的學習變簡單了 對不對 你看一本那個算盤書 對不對 計算機結構 應該是要每一頁把它翻得滾光爛 手在這隻 你看 現在焦一點焦一點焦一點 對不對 像那個 每學期都有同學問我說 那個 可不可以來摺底學分 對不對 你知道大學不是有個 有那種機制嗎 研究所開課 那就是 就研究生長會跑來找我 他說 他在大學 在某某大學修過的課 他修了什麼 計算機結構的課 說我可不可以來摺底我的 我自己開的計算結構的課 好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說 那個 有哪些方法可以解決 那個 那個 控制哈掌 然後 他說 什麼是控制哈掌 然後我說 你該不會 該不會在某某大學拿到95分吧 他說對阿 我拿95分 哲學才來摺底 然後不然就什麼 可以給我 可以備送那個 Pipeline哈掌 是什麼意思 他說 可是以前考試沒有考到說 要怎麼去 去解決那個 Pipeline store的問題 我說我們今天設計CPU的 我們就在解 然後不然就是說 反正這種狗屁倒照是多的事啊 對不對 我都不知道他原本學校 為什麼可以拿到95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就是 就是 那當然不代表我本校就很公正啊 沒有啦 本校也 對不對 好 那總之就是 就是 當然我希望大家理解到 不是只有我焦慮而已 就是各位要真的在思考 就是 如果你現在有機會掌握這些議題 你就有機會跟著林斯康索的開發者 一起這樣 快速的列車衝向21世紀的前沿 否則呢 否則永遠就是在那邊欣探 望洋欣探 望洋欣探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讓大家想清楚 就是 我不覺得每個人都需要來學習林斯康索 但是你學習林斯康索要有認知 我就是要跟著時代一起往前走 就是 因為康索就是整個技術的縮影 然後呢 你就是要做到 我要往前走 當然你不需要 你不可能做到每個仔細弄都往前走 但是我們今天鎖定的議題就是要有辦法 比方說你今天鎖定在記憶體 那你就要有辦法跟著這些科索的發展 然後 瞭解到他們為什麼需求再往前前進 好 然後 好 接著我們來看的是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 好 下一個部分呢 就是 就是 我們想來跟他講這個 共享記憶體的那個機制 好 然後 我們之所以講共享記憶體呢 其實有一個考量就是我們希望呢 今年可以 今年可以 更多的地方講驅動程式 因為我們前幾年比較可惜就是 沒有辦法講太多 但是我們今年預計會來跟你介紹 Wi-Fi的Divide Driver 我們會來介紹 Videos Videos 就是多媒體 多媒體那些Divide Driver 反正就是符合這個 就業的環境 理解嗎 像Google的話大概 Google台灣的職券 大概可能有70%都跟那個 任體開發有關係 姑且你不論起不許完嘛 但是就是去Google一個敲門專嘛 對不對 所以希望 我們學生有更好的一個 就是可以有一個敲門專 進入這些公司 好 然後呢 這個共享記憶體呢 顯然它的運作呢 跟前面講的MAP是有關係的 但是不全然只有MAP 因為我們要思考的地方就是 我們除了映射 我們要有一個有效方法去處理 所以看到早期的解決問題都是在做這種 做這種映射 然後剛才講的VNI Virtual Memory Area 就是這些 就存取到同個區域 所以早期呢 就在做這件事 就是做什麼事呢 就是 同塊空間 讓不同行程去處理 然後呢 現在呢 更廣泛的去思考 就是說像這個圖形處理 圖形處理為什麼關鍵 因為它的資料量又更大 而且呢 我們也必須要降低 非必要的Data Copy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然後呢 所以實際上存取的時候呢 並不是說把這個 這個機體的空間 整個分享出來 其實不是 以前的確是長這樣 但是呢 現在來講的話是一個Handle 你說這個差別是什麼 這個差別在於說呢 因為很多時候呢 我根本 根本不想要整個資料 大規模的資料 Copy到User Space 然後User Space 就在把大規模的資料 Copy到Copy到Copy Space 我們不想要做這件事 然後呢 你想一個情境 像你的手機 你看像我這個是對岸朋友送我一支手機 也不是送啦 反正他就給我一支手機來做研究 然後這樣這個 這支手機我就不好意思講了一個 這個跟聯發科沒有關係的手機 反正有一家公司請我來研究這支手機 然後這樣這支手機就很酷喔 你看外面看起來這麼漂亮對不對 就是那種顏色對不對 哇 很厲害對不對 然後呢 但是打開CPU呢 打開那個裡面的資訊就發現 有點不對勁 什麼東西不對勁呢 就是 它做了很多很厲害的特效 但是呢 就是有些東西就是很慢 不是普通的慢 是非常無敵P慢 然後呢 但是它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某些東西它就做的特別好 比方說像美圖秀秀這個 它這支手機還內建美圖秀秀 就是平常你還要去特別去下載程式 它不用 就美圖秀秀 中國很多手機這種風格 就是它 它其實 其實它 它用的那個SoC 用的CPU 不見得好 但它某些東西 人們在意的東西 都會把它做的特別好 這不是壞事啦 就是表示偏重點 然後呢 像那支手機 就是要跟大家講 這支手機 它就是 它內建了美圖秀秀的功能 而且美圖秀是秀的很厲害的 就是這個 拍一拍我都會覺得 我長得像梁朝偉 不是不是 這是玩笑話 但是真的拍的還真厲害 我第一次拍的時候 我就覺得太厲害 因為它預設都是開的 就是預設那個濾鏡都是濾的很厲害 然後呢 你放久一點 還會變長不同的樣子 然後呢 為什麼要跟你講這件事呢 因為呢 其實這就是手機的key of passion 其實Smartphone呢 沒什麼key of passion 其中呢 拍照就是一個很關鍵的程式 大家不要小看這件事 拍照這件事很難 因為呢 你看喔 像女孩子啊 講那個什麼 女孩子講說 講甜點好吃 你知道她怎麼形容啊 她說 甜點好吃是因為不甜 對不對 然後相片好看 好看是因為什麼 因為不像 跟我一起講 甜點好吃 因為不甜 哎呦 不甜耶 甜點不甜 相片好好看喔 是因為不像 然後你看喔 我們需要的東西 不甜的甜點 不像的相片喔 那尤其不像的相片是一個超級難的事情 這東西難在哪裡 因為我不是 只是一個拍個高解析度的圖片而已 不是 我們現在做的東西是什麼 拍一堆圖片 就是說你要知道 今天那個拍照很難的地方是什麼 它不是拍一張圖 它不是已經曝光不是問題了 的確以前曝光是問題 但現在曝光不是問題了 雖然這很神奇啊 我們要跟大家解釋 就是現在曝光有很多機制去解決 所以你先忽略曝光的問題 現在拍照其實不是拍一張照片 是拍一堆照片 拍一堆照片裡面呢 在想辦法找出什麼 找出一個觀點 比如說哪些地方可以彰顯前景啊 哪些地方可以彰顯這個輪廓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不是只有拍一張照片 它是拍很多照片 然後呢 然後呢 依據你的偏好 依據你自己 怎麼去欺騙自己 對吧 因為剛剛講過了 相片好看是因為不像 所以就是要拍出不像的照片 那不像的照片需要什麼 大量的圖片 大量的運算 然後呢 最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 你每次存取的時候呢 都像畫面這樣 就什麼呢 就是 我就是大量的資料共享出來 然後呢 共享給ABC 所以你看到 假設A是做什麼 A是負責 做那個camera那個程式 也就是說 它需要做個框框 它需要做按鈕 它需要把那個 預覽的畫面印出來 顯示出來 然後呢 B的話呢 是做那些特效 好 那這時候有問題是什麼 雖然他們都是共享機體 他們雖然都可以存取到同一個空間 可是呢 我們其實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 我要同時能夠處理更多的資料 依據過去的資料 然後做一些必要的處理 那處理完之後呢 我再讓A去顯示 那B去強化那些特效 甚至還有C C是什麼 像如果你有用過一些中國手機 反正中國手機都有這種風格 就是它會內 甚至還內建一些資料庫 來幹嘛 來 修剪 就是 不好意思講太明白 你懂嗎 就是 追蹤你的習慣 就是 很多中國手機這樣 就是 它的CPU可能不太強 但是它的KMAS 會做得超級無敵P強 因為 懂嗎 反正就是 可以更了解你的習慣 所以了解你的習慣就可以做別的事 你自己去查 我不能再公開的領域講這個東西 但是就是 反正因為了解你的習慣就可以 推廣告是一個 然後 你就會貢獻更多的個人資料 你懂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要特別 特別 請中國朋友幫我搞一支 搞清楚 那隻手機到底幹什麼事 總之就是說 這裡面 如果你都有需要大量的Data 要Copy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代價 所以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改用這個模式 就是說 我今天存取的時候 我不是CopyData 我也不是直接存取Data 我只是去拿一個Handle 然後我知道它的狀態 比方說 我目前這一張圖 我已經取得完了 因為我要做一個美圖秀秀 我可能需要20張圖 我已經取得知道 某幾張圖已經做完了 或是某幾張圖還在準備中 然後呢 反過來說呢 我在做運算的時候 我已經改好某幾張圖了 然後我要去調整 所以我這邊來講話 有更大的彈性 就是我該分享的時候 我可以分享 但是我不要分享的時候 我只要去追蹤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 只看它的Handle 所以注意到我們 這張圖並不是說 你只是拿到一個Handle 只拿到號碼來 不是 而是說我讓我們 行程跟行程之間 有更高的彈性 而不是只是分享同一個空間而已 在早期是沒問題的 因為早期的時候 我不需要做什麼複雜處理 對不對 早期來講話就是 Kernel從Kmart取得資料 然後就顯示出來 那是早期 那就preview 但是現在講 preview的時候 就需要做什麼 就需要做 剛才講的米圖秀 就是剛才做的那個特效 而且呢 還要涉及到什麼GPU加速 所以現在來講話呢 只要有大量資料複製呢 就是會降低 降低我們的throughput 這就是我們要去突破的 所以共享機體呢 有效共享機體的處理 就要什麼 就是要降低這些 非必要的data copy 然後呢 要讓這些GPU 去做什麼 去做美圖秀秀 做圖形的加強 然後呢 資料流程 可以在不同的process 可以相互去做合作 而且呢 讓需要copy的量降會最低 那你大概有聽過呢 在中國一些晶片 手機公司 像Vivo 還有OPPO 這些公司 他們自己都有開自己的晶片 像那個Vivo 之前有開一個什麼 瑪莉亞娜 這種的 就是這種這種這種 晶片 然後OPPO也是 小米也是 他們之所以為什麼要開晶片 你知道為什麼 其實開晶片 就是為了要做出不像的照片 因為那個東西很麻煩 因為 然後呢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點嗎 因為你CPU比別人快版這20 其實說真的 很難有水有感的 但是呢 那個美圖秀秀內建 人們就會覺得有感 而且會願意花更多時間在那上面 所以 然後 但是 你使用那些服務的時候很小心 因為那個是 很容易把你的個人資訊揭露出去 你以為揭露出去的是你的照片 不是 揭露出去不只是你的照片 還有你系列那個 相關的 所以你下次注意看那個CAMERA相關的程式 他的那個權限都很高 都可以看到一堆 哎呀不可以看的東西 其實蠻可怕的 然後那如果說呢 你跟我一樣會講一些五四三的話 你會跟我講一些五四三的話 要很小心 就那個 這都是那個 就 哎呀反正你知道吧 很多手機 因為 講更明白了這樣 就是 排名第一名的APPLE是賺錢的 然後Sansung排第二名的話 Sansung的話 他的那個毛利 其實已經就不高了 就各位數了 哎對沒有聽錯 Sansung的手機的毛利很可能就是各位數了 可是Sansung是第二名 你知道嗎 第一名APPLE是賺錢的 這無庸置疑 但是第二名的APPLE 第二名的Sansung 就已經是各位數的毛利了 那請問第三名會不會賺錢 跟你講 直接跟你講話 從第三名以後呢 其實毛利就是 就是零上下的 那你沒有負的 有 有很多公司的毛利其實是負的 那你也聽錯負的 那你說賺錢生意怎麼會有人做呢 還怎麼會有錢不倆去做呢 因為有很多方式可以賺到錢 例如什麼 有一個東西叫上架費 什麼叫上架費呢 上架費就是說呢 你知道一些internet公司 他要 他要有很大的installation base 所以他不計代價要去什麼 要去 讓很多人去安裝程式 所以有些手機 他就是 手機公司他就會去搜 搜這些公司的錢 你說 那要預先安裝 OK 搜錢 你說某某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video要搜錢 給你搜 所以就是上架費 那個上架費 自己去查 這我們不能講的 因為是商業精密 自己去查 上架費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叫資料處理費 資料處理費 就包含出香港那個 KIMA的東西 就是 反正資料處理費 你注意看他會不會開通某些東西 然後像華為 華為的手機 它其實做得很精緻 它就是拍完照片 幫你分類 你說 哇這好貼 東西很貼心 對它貼心 但是他也順便幫你 幫你 跟祖國的 祖國的 某些單位 會有一些溝通 不能講太明白 你懂 所以那些功能 變得很強勁 你要很小心 但是對不起 這些東西都是手機的key location 因為其實 Smartphone其實說的 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做Smartphone 也是不知不覺 也是做了好幾年 我從 我第一款經手的Smartphone 是2006年 2006年 我就開始在做Smartphone 然後做了好幾年 也是 應該也是有一點心得 我也做了十年的Smartphone 然後 但是說真的 我不覺得 有什麼 新的key location 其實key location 其實都還是那些 讓你上網 讓你上網 讓你拍照 然後拍出不像的照片 但是 中間的持座手段 是有很大差異的 就是Beasers Model 可能就是那些 你自己不喜歡自己去查 我可能講的比較誇張一點 但是你不喜歡自己去查 其實很多手機都是靠貼補的 不然小米那些其實都是靠貼補的 然後 就他們的成本跟那個 你懂嗎 跟那個獲利有時候 不是那麼相關的 不信你自己去看小米的財報 如果你找得到的話 然後就是 但是在技術來講 要解決問題是很大的 因為就是說 以前呢 有大量資料去copy 但是我們現在想辦法有個機制 去克服那些非必要的copy 然後我們這邊呢 前進到那個 前進到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叫DNA Buffer 注意到這個東西超級重要 這是算Linux Kernel 在解決一個 一系列關鍵問題 好 像這個 你看 這個就是剛剛鋪陳了 半天就在講這個東西 就是呢 我的Camera 就是要送給GPU去處理 注意到以前這個東西不是必要的 注意到 這東西以前不是必要的 但是現在是必要的 基本上現在所有像樣的手機都要有這功能 就是一邊拍 一邊要給你做美圖秀秀 一邊要做一些什麼鬼的 這是必要的 即便是iPhone 也要做 只是說做得沒那麼誇張 那中國手機做得很誇張 要多誇張就有多誇張 然後這東西呢 做得越好呢 就可以彌補其他問題 然後呢就可以去 弄出更多的資料可以來賺錢 因為做手機是賠錢的 但是 弄資料是有錢的 好 那總之呢 像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必要的情境 就是說呢 我今天 以前呢它是一個pipeline 也就是說呢 以前是說 不是 以前它是個batch 就是說 我以前先做拍照 然後再去做修圖 對吧 你以前是這樣吧 我去拍一個婚紗 拍一個什麼照片 然後再去修圖 對吧 以前是這樣的一個batch 所以我會拍好幾張照片 挑出你喜歡的 再去做修圖 像以前我們拍全家福的時候 就這樣吧 就挑幾張圖 那有時候很難挑的時候 然後那個拍照的人員就會說 哎呀 黃先生這樣子啦 你把不要的挑走 那這時候我老婆就很困擾了 說 可是我都好喜歡喔 然後你知道怎麼辦呢 我就知道默默去刷卡 那時候啊 這個這個我挑 然後我就跟老婆說我挑 然後我說 可是我都好喜歡喔 你知道 我就知道刷下去 哇操那個刷下去 哇那個 我以前拍個學生 我怎麼刷個刷個 刷個四萬塊的 然後後來發現 這才基本款 這個這樣 這個真的是 太可怕了對不對 假設我跟梁朝伯一樣帥 我就會願意刷 但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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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就是做修圖 這是batch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被拍不動了 也就是說呢 現在要 現在東西呢 它是 就是從源頭 然後處理 它必須要怎樣 去進行 然後再顯示 它不是一個批次處理 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這樣的pipeline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有個很關鍵問題就在哪裡了 就是要一個高效的方法 去處理 然後但是呢 我們不想要有 Data Copy 我們需要一個 Zio Copy 的一個通用方式 然後 第二位Buffet是 這幾年 Linscarnel一個很關鍵的一個機制 好 然後它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來看看這個東西 好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呢 你就想像 今天呢 有一個裝置叫A 叫CAMERA 然後裝置B呢 叫GPU 這兩個本來它是可以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剛才講CAMERA 就讓你了解 這是一個必然 一定要存在的 因為否則那個 人們是不會買的 好 那所以呢 這時候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好 先把那個A當做什麼 CAMERA B當做GPU 好 所以就是說呢 這兩者呢 有趣的地方在於說呢 我們今天 Process A 好 它的確呢 可以去什麼 管理裝置A 也就是CAMERA 那同理呢 那個Process B 它就是什麼 它可以 去做GPU的程序 所以我們看有些model 對不對 去做那些修飾 該把能做的什麼不一樣的調整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沒有可能呢 讓我們的資料呢 是用同一份 然後你看有趣的地方 怎麼 有沒有看到這個可愛Buff在這裡 好 然後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在User Space呢 我們可以去把它MAP到同一個空間 所以最早 這個意義就不同了 對吧 就是 我們在最早講那個模式是吧 是 用MAP MAP對不對 Put on Process 然後開啟同一個裝置 這是一種模式 但是這個東西呢 有趣的地方是 它讓你跨裝置 所以你看到 DM-Buffer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是 跨裝置 而且這個裝置 乍開始沒有關的 CAMERA跟GPU 乍開始沒有關聯的 但是這兩者 在目前情境是 就很大觀點了 好 然後呢 那現在來講的話呢 你看喔 這個東西的重點就在於 比如說這個 就是 儘可能避免資料複製 好 然後呢 再看另外一個情境 就是說呢 假設我今天想要一邊 顯示畫面 顯示畫面 叫Framed Buffer 然後呢 在Ninence來講 有一個很強的工具 叫做G-Streamer 這個東西很強 這個東西可以幹嘛呢 它也是一個Pipeline 這個Pipeline很強 它可以介入不同的Video 介入很多的Video Audio 介入不同Codec 然後介入不同的那種Streaming 然後 所以它其實它現在 其實就像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一邊呢 顯示畫面 對吧 我一邊講話 然後一邊用OBS 去直播 然後 以前呢 這個資料複製呢 是一個很大的代價 但現在有趣的地方是 這件事呢 在DM Buffer來講話呢 就可以大幅的降低了 所以你看喔 在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呃 我們 我們會有這個 要做顯示吧 對 顯示在畫面 所以它可能是RGB的Color Space 就是這個三原色 那可能是RGBA 就再加一個透明度 然後呢 因為我要做這個 視訊編碼 視訊編碼的話 我要切換不同的Color Space 比方說YUV 可能是YUV420 或者YUV YV42 反正就是這種 就是不同的Color Space 然後這個需要做這個轉換 然後有意思 這個轉換呢 的確是可以用問題來做 但以前呢 來講話呢 沒有這樣的一個DM Buffer的時候呢 其實就需要 Copy原始的資料 但是現在有趣的地方是呢 現在有機會呢 就是 讓這些操作來講話呢 我衝到就是提供個FD 原始資料我不用去管 反正原始資料就是從那個 從那個什麼 從那個Camera 或是從你的畫面 就是從那個Display Frame Buffer 然後呢 原始資料會從 Frame Buffer到GPU GPU做這些相關的處理 然後編碼之後呢 得到這個資料 我再透過CPU去做Streaming 所以從頭到尾CPU來講 看的就是什麼 FD 還有知道它中間的結果 所以原始資料是不需要做的 原始資料呢 就是在這裡面 你看 所以這裡面的資料 我完全不需要Copy到Use Space去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這個是我們在講那個 機體管理 在探討的議題 然後這也是我們在之後 我們之後也在介紹一個Camera的裝置 其實就是想要強調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地方呢 細節比較多啦 請你花點時間去看它 然後我相信寫的還算不錯啦 然後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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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啊 然後然後我們之後再講那個 講什麼 講那個 Video Video for Linus的時候 我們會講另外一個案例 就講那個Virtual的Camera 就講這個例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希望可以 來來來來去改進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DM-Bug的關鍵就是 跨裝置的這個分享 這個也是在Linus Kernel這幾年很很很關鍵的議題 然後在這之前呢 其實還有一系列的機制啊 像這個Memory FD 這個我們下週也會來講 然後 就要不能唸System-V 要唸System-Fi 這表示那個版本的問題 System-Fi 然後這是舊的東西叫System-Fi的 那個 機體共享機制 它是很很很很很 成就的 現在的話就是要 就是現在講 建議就是改用那個Pudges Pudges的那些 新的API 好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是什麼呢 好 講這個Memory Device Memory Device 所以啊 有沒有看到這個手機這個行業真的很奇妙對不對 賠錢也可以做 賺錢方法很多種 然後那個 最像我剛才講還算保守啊 你自己去查一查會提到一些更更更更更更 匪夷所思的賺錢方法 但是也不全是壞事啊 因為像以前啊 二十年前我們做Smartphone的時候 我們是做一支賺一支 就是 也不是說那多好賺啊 就是因為做Smartphone的風險高啊 那個庫存會堆很久啊 而且以前那個Smartphone單價其實蠻高的啊 我們那時候做一支單價大概台幣要大概四萬多塊台幣吧 然後尤其就是很貴啦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就是裝置可以變得很便宜 像小米其實很想想很了不起啊 它在整個庫存管理做得很好 但是 洋王出來洋身上吧 就是把成本降低那麼多就要想辦法從別地方賺到錢 好那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東西叫Memory Device 然後這個東西很酷 就是我們知道Map可以把裝置對應到訊機體裡 然後Memory Device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實體機體 所以它是一個實體機體 但是你可以把它映射到什麼 映射到訊機體裡面 所以這個實體就是這個實體 然後呢 對就是講這個一條一條的機體 然後但是實際上呢它還是有一些不同 因為它雖然是一條一條機體 但是在真正去存取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有分範圍的 就是還是會去分特定的範圍 所以看到現在來講話呢 這邊有沒有看到這個System Rate System Rate 這幾個就是System Rate 所以其實呢 雖然如果你會組裝電腦的話你就知道 就插進去一條 當然是其實呢 我存取的時候呢 是一個又一個 其實是看起來是很破碎的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你插進去就是一個連續的東西 對吧 對你來講是一個實體上一個連續的 但是你存取的時候呢 偏偏就是這樣一段又一段 那一段又一段的東西呢 其實是換成這樣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其實呢 可以透過一系列工具去追蹤它裡面的行為 那接著我們會介紹一個工具 就叫Crash 就是那個Crash 好對 有一個工具叫Crash 就是這個工具很酷 然後這個工具可以做什麼事啊 這個工具呢可以去印出特定機體內容 然後你甚至還可以寫一些工具 把那個特定機體內容把它印出來 就是我在一個有MU的情況下 其實我還可以直接去存取實體的記憶體 注意到這個Memory device 就是真正實體的記憶體 我可以看到真正實體的記憶體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你可以去做一些分析 你甚至可以去篡改裡面的內容 因為我們在虛擬有Linus的狀況下 可能沒有要動什麼手腳 但是我現在可以搭配一些機制 去可以去變更裡面內容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你甚至還可以去追蹤某些實體機體的內容 然後以做到什麼 以去監控說有沒有一些後門程式 Backdoor程式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下週還會再繼續講 那我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存取記憶體的方式其實是很多種的 然後只是說 只是說 以前你可能把記憶體當作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它不是 就是你要必須了解到硬體的行為 硬體來講不管是Read跟Write 它就是一個Transaction 其實它是考慮到什麼 這是CPU 還有對主機體 它就是透過Bus Bus上還要考慮到說你怎麼去存取 所以在我們前面講Cash的時候 我們來講到說在不同執行序的數量 然後你的存取方式 然後後面再講VirtualMemory的時候 又把這個東西就更多的涵蓋 然後我們本週大概就跟他談到這邊 所以我們本週顯然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講完的 那我們下週會來繼續講 然後特別是講這些共享記憶體 然後講MemoryDevice 然後這樣的話希望可以帶到裝置信用程式 因為這也是反映到職場需求 因為其實你看像聯發科、聯勇、瑞育、Google、高通 在台灣很多看起來薪水還不錯的公司 其實很多都有Linus、Device甩穩的需求 但是在傳統的課程很難開 然後我的課也是很難開 所以我現在還在努力 但是很多人會想要先學Device甩穩 但是我一直到現在才跟你講Device甩穩 因為其實上面需要一些前置的準備 而且你需要了解到 其實這背後都有很多現代處理器 特有的機制 或者說在課程裡面 怎麼針對這種不同的情境 比方跨越裝置的資料存取 這就是我們特別要從克爾努力去學習到的 而不是只是有一個程式去 只是鑽起一個程式 那是不同的 因為克爾努力是與時俱進的 也就是說過去某一種情境 Device甩穩卡可以運作 不代表現在可以運作 大概是探討這邊 那注意到請你及早跟我預約一對一討論 先這樣 掰掰 掰掰